好,我們預備開會,請各位就座,謝謝 請主任秘書報告出席委員人數 報告委員會,登記出席委員以組法定人數 好,以組法定人數,我們現在開始開會 好,請議事人員宣讀報告事項 先讀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財政委員會 第11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107年4月2日 星期一上午9時12時50分 地點本業勤選樓9樓大禮堂 出席委員、曾明中委員等15人 內席委員、邱志偉委員等9人 內席官員、中央銀行、總裁、楊金龍帥 首屬單位、主管等 主席、曾召集委員民眾 報告事項 先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 1.刪除第三條第6款墨劑 統計、頓點或其他內置頓點 2.各位委員沒意見 上次議事錄確定 3.另外第二條、第三條、第14條、第16條、第17條、第18條 照王榮章委員、江永昌委員 修正動議之相關立法說明 列入審查報告說明欄內 以之明確 邀請中央銀行楊總裁金龍就20年來 刮虎1998年至2017年 我國經濟成長力、通貨膨脹力 及人均GDP 以新加坡、韓國及香港之比較 進行專題報告並被質詢 經中央銀行楊總裁提出報告後 具有委員、曾明中等16人提出質詢 經中央銀行楊總裁及相關人員 以以答戶決定 1.報告及審檔完畢 2.委員執行位及答戶部分 請中央銀行1週年以書面答戶 3.委員執行中要求提供之相關資料 一請你期限內送交課 相關委員通過臨時提案 一案先讀完畢 好 請問各位委員 對於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意義? 沒有意義 我們就確定 請議事人員宣讀今天的議程 討論四項 1.審查行政院行情審議 證券交易稅條例 第二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案 2.審查本院委員 曾明中等16人 理據證券交易稅條例 第二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案 3.審查本院委員 盧秀燕等23人 理據證券交易稅條例 第二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案 4.審查本院委員 賴士寶等18人 理據證券交易稅條例 第二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案 5.審查本院委員 施育方等17人 理據證券交易稅條例 第二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案 宣讀完畢 好 我們今天的議程審查證券交易稅條例 第二條之二條文 共有五個修正草案 我們先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指之後 再請財政部報告行政院提案內容 和回應委員的提案 首先我們先請曾明中委員說明提案要指 時間三分鐘好不好 謝謝 主席 各位同仁大家好 有關本院委員證明中等16人提案 有關證券交易稅第二條之二的修正條文 過去已經實施一年 由千分之三降到千分之一 我希望能夠繼續降稅 而且希望五年的期間 首先跟各位報告 當初的交易是在103年1月6號 也就是當時我當任金管會主委的時候開放了 那當時為什麼開放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當初交易有三個功能 包括投資投機跟避險的三大功能 那另外國外 類似的像美國的高頻交易 高達交易 佔當天的交易量高達48.5% 日本佔45% 所以當時建議這樣對市場的發展有必要 所以就做這樣的開放 第二點就是過去當初交易開放之後 103年1月6號開放之後 包括103、204、105 基本上它的交易量佔整個市場的交易量 大概9%到10%之間 後來在104年 我本席也提案 希望把它的當初的交易稅把它降下來之後 從去年的4月27號實施 到今年的4月28號會滿一年 那這段期間 整個不管是集中市場也好 或者是貴買中心也好 它當初的交易量整體看 它已經增加到20%到22%左右 已經產生活潑市場的功能 另外依照金管會的預估 或者財政部的預估 都不但稅收沒有減少 而且已經增加相關的證件交易稅 所以本席這一次再次提案 希望把當初的證交稅的 從千分之三降到千分之一 而且期間希望是5年 因為我們不希望一年一年的降 以今年為例 現在這一次假設 今天是最後一天 我今天要謝謝王招基人 來召開今天的審查會 假設今天不召開審查會 一定來不及 所以一年一年的降 真的就立法的效益也好 其實不符相關的成本 三年也太短 所以本席贊成要降稅的話 希望降到5年 更有可能的話 希望把它常態化 謝謝 好 謝謝曾委員 接下來請盧秀燕委員說明 盧秀燕委員不在 請賴世保委員說明提案要指 賴委員請 謝謝主席 主席各位先進 那麼本席跟其他的委員 我們總共有18位 事實上就是針對 當中的證交稅的一個減半 那麼旅遊大概跟剛才 曾委員所提到也大同小異 但是我這裡特別強調的 因為財政部提到的說 一個cycle是三年 但是我仔細的讀了一下 這個金管會裡面的政習局 也召開一個公聽會 因為有不少的教授學者 特別提到 這裡面大概整個cycle 差不多是五十幾個月 大概就是 就差不多是五年的時間 接近五年的時間 所以我認為五年應該比三年來的適合 然後既然過去的 實施的將近一年的時間 將近一年的時間 那可以看得到這裡面來說的話 原來財政部認為 可能有稅損大概幾十億的稅損 沒有發生 而且稅收是增加的 那既然一個政策稅收又增加 而且又可以活絡股市 那這個不是我們政府要的嗎 為什麼 這樣好像是 這樣是斷來怕死 斷來怕死 斷來怕死 斷來兜兜兜 一次三年 三年一下子一晃又到了 又來演 所以這個意義根本就不大 所以既然要放 我覺得最少是五年起跳 這個當然這個事實上 如果這個某種程度 它是一個避險的一個作用 按照一般的投資理論來講的話 不管實務或者理論 大家都認為是這個避險的話 稅是越低越好 畢竟它的功能不太一樣 而且也沒有外界所擔心 就會鼓勵捕博的這樣的副作用 基本上沒有 我們看到整個評估報告 稅收是增加的 成交量是增加的 活絡股市的目的也達到了 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為什麼還怕呢 還只有三年 我們認為三年太短了 我們當然也會尊重 每一個委員的意見 希望各位能夠支持 我想是最少五年起跳了 好不好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賴委員 接下來請施藝方委員說明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先進大家好 那本期此次針對 證件交易稅條例第二條之二 提出修正草案 那本期也感謝各黨團在這一次 針對此條的修正不提呼籲 那此次本席會提出這一個 條文的常態性的理由是 在當從去年開始實施了以後 那在本月底也快屆滿一年 那到今年的二月值 整個交易市場的成交值 達到了1517億 那相較在105年它的日成交值 在987億已經成長了大概53% 那整個交易稅不增 不減緩增 那在過去兩個月裡面 它更達到稅收156億 所以創造了整個七年來的高峰 那金管會的雇主委也曾經說 當沖的稅會增加台股的流動性 那實施至今也沒有稅損 那這個結果是很正面的 加上當沖稅後市場的流動性是足夠的 那企業的籌資也是有利的 那整體看來整個當沖可以當為常態性 那這個說法跟本席在這一次的提案是一致的 而財政部的看法就相對的比較保守 那習部長認為說 當沖的稅收是一項短期的激勵 那會不會因為這個制度要比較好一點 還需要觀察一段時間 那本席要提醒部長是說 政策的制定不一定要太保守 固然保守可能沒有錯 但是過度於保守也不利於整個政策的推動 那稅收也不一定是說一加一減的觀念 也許當時你認為這是減的 但是失落的結果證明它是加的 所以過去在這個稅收的部分 在評估的時候 從來沒有一部分報告 財政部從來沒有一部分報告說 這個部分會帶來今日股市的盛況 或者是稅收的增加 那我國的股市的股民 總共大概有310萬戶 所以股市是需要穩定的成長 那這個政策既然有效應該要繼續的實施 不應該要有退場的機制 那如果財政部認為說 稅增基增法的公平性的問題的話 那本席也可以接受說整個 前面讓台股的證交稅去做前面的降稅的一個討論 然後再進一步的刺激股市 那當然從2016年台股在520的時候 那時候的點數是在8344點 但是來到了現在已經到了10821點 整個上升的比例達29.7% 那再重複稅署給本席的資料裡面 不管是上市或者是上櫃 它的稅收都是在成長的 那基於這樣本席也希望就是說 在這一次的修正的提案裡面 能夠獲得委員的支持 那以上報告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市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財政部許部長報告 行政院提案內容 並且回應委員的提案 許部長請 主席 各位委員先進 大家好 今天貴委員會審查 行政院環境審議 大院 曾委員 民眾等16人 盧委員 修院 江委員 永昌等23人 奈委員 世保等18人 及施委員 義方 江委員 永昌等17人 女計 政見 加益稅條例第二條之二 修正草案 本部 陳瑶列席 深感榮幸 以下僅就 尚改草案 檢查報告及說明 進行指教 有關行政院 含行審議的部分 修法的背景 現股 當日 從銷交交易減半 課增增進交易措施 從106年4月28日實施迄今 股市量能活絡 且當日 從銷交交易增加稅收 可迷平 降稅造成稅收缺口 為了維持股市交易動能 及減低市場不確定性 本部 擬據政見交易條例第二條之二 修正草案 修正重點有兩個 第一個 延長證券商售偷買賣 現股當日 從銷交交易 證券交易稅稅率 簽至1.53年至110年4月27日 第二個呢 正列107年4月28日起至110年4月27日 指證券商 自行買賣 現股當日通交交易 為減半課增正經交易稅的適用範圍 預期的效益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評估 開望現股當日通交交易 有利於投資人投資策略的操作 延長降稅可維持我國股市流動性 及成交量 第二關於大院委員提案 分別延長現股當日通交交易 降稅措施至112年12月31日 109年12月31日 至條文生效日期五年 及取消降稅期限規定等 僅說明如下 第一點 條降現股當日通交交易 證券交易稅率 屬提振股市活絡之短期措施 以定期評估事實調整 降稅措施期間不已過長 以維持本政策之機動性及正常性 第二 我國證券市場成交量上升 與國際情勢波動有高度關聯性 從106年以來 全球景氣穩健復甦 各類投資人大幅增加 對台股投資均為市場交易量 成交量增加的原因 尚非單純當日通交的降稅 延續當沖降稅措施對稅收 投資人及交易型態及市場發展的影響 仍有待持續觀察 為兼顧稅制公平 財政收入及正經市場發展 行政行情審議修正條文 參照最近一次股價內期貨契約之期貨交易稅 正收入率調降50%的時間值 實施期間為三年 延長現股當日通銷降稅收支三年 其能適時評估政策的效益 及適合達成政府目標 並避免出稅優惠過度 影響付稅公平 第三 近年國際經濟情勢變化快速 景氣波動循環時間有縮短趨勢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發布之景氣循環簡介 最近一次我國景氣循環期間為35個月 延長降稅期間三年可適當觀察 經濟景氣下的政策效果 中上 敬請支持行政行情審議支修正條文 以上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指教及支持 謝謝 好 謝謝許部長 各位委員 我們在開始巡答之前 先做以下宣告 每位委員巡答時間八分鐘 得延長兩分鐘 在上午十點鐘我們截止登記 本次會議委員如果有修正動議等相關提案 可在巡答階段就送到主席臺 方便議事人員整理 節省會議時間 接下來我們請登記第一位的 曾明中委員質詢 曾委員請 好 謝謝主席 麻煩請部長跟主委 兩位請 等一下 先等一下 鄭委員你好 鄭委員你好 部長 主委好 請教主委 今天的報紙說 金管會要引三招 讓火水 讓股市的火水 能夠大量增加 那包括吸引大型的獨角獸 或者市 台商再台掛牌 這一點基本上我是贊成 第二點是擴大台股的基金 而且到時候每年有2.4萬的免稅金額 主委確不確實有這個提案 這是金管會的立場 但是還要請財政部來表示意見 而且這是財政部主政的 好 部長你贊不贊成 我想有兩點要考量 第一個呢 因為他提到是適用儲蓄投資特別扣出貨 對 那事實上儲蓄投資特別扣出貨 我想我也很清楚 當初是利息跟股利 對 沒錯 後來因為兩歲合一 股利就拿出來了 那最新 我們最近的所羅西亞修正港 就把股利 市場適用 94萬 股利在94萬以下的話 甚至可以退稅 還可以扣低 這樣子 所以說比較有利 那因此 TISA部分其他國家實施的 也是把利息和股利適用 而不是按你投資金額去適用 所以說這個值得商榷 謝謝 好 所以財政部不贊成 另外有關外資匯出能夠更便利 那規模至少可以增加3000億 請問主委 這個問了央行了沒有 這兩個議題 一個是那個 外資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是希望讓日資的部分 能夠再多一點 那另外一個呢 是有關外資進來之後 繳了21%的扣角所得稅之後 他的匯出的這個便利性 不要再經過稅務代理人這一塊 基本上我贊成 那主委你問了央行沒有 有 這個部分 事實上是央行的 央行贊不贊成 央行的總裁 也來有跟我們表示 希望是這麼做的 OK 好 謝謝 那部長先請回座 請問主委 有關中美貿易大戰 那對台灣的股市 可能會有哪些影響 有沒有 金廣會有沒有評估過 我想那一天 經濟部也有發布一個新聞稿 那我想也看到相關的資料 主要當然就在於說 電子業的這一個衝擊 不是 我不問這個 問說 有關對股市的影響 對股市的影響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整個三個月的這一個 上市櫃公司的營收 還是創了 比去年還在多了好幾個% 所以我們認為 在基本面良好的情況之下 應該還是可以 來看待這個台股的波動 應該不會太大 好 謝謝 接著來跟討教有關 大陸股市磁吸效應的問題 然後先跟請主委 聽上一次你的說法 請我們後續還要再觀察 大陸它現在開放的這個情況 到底是如何 比較更重要的就是說 好 主委您再繼續觀察 但是這兩個禮拜 我進一步研究的結果是 大陸的股市磁吸效應 在醞釀中 上次我是用疑問句 現在是用肯定句 來看下一張 其實你看這個最新到三月底的 整體的交易量 尤其是106年的交易量 高達1373億 主委 您曉不曉得 為什麼量會放大到1373億 您曉不曉得 你說台股的整個量 對 我想這個兩個吧 一個當然跟當沖降水有關 另外一個當然很重要 當然是一個整個基本面良好 那國際的因素也是一個 大家都在整個一個穩定的一個 依照 依照你提給財政部的評估報告 其實只要是來自當沖 這1373億里邊 有310億是當沖 把這當沖的交易量扣掉 其實股市的交易量沒有太大的增加 往下看 你看這個是股市的相關的籌資功能 正在萎縮 104年的時候加速58家 籌資金額是376億 105年是61家 籌資的金額是256億 106年是44家 籌資的金額只148億 股市投資的功能正在大幅衰退 往下看 這個是前幾天的報紙 就是大陸的媒體看出來 台積電有可能西進發CDR 請問主委你的評論是什麼 這個台積電我的了解 好像後來台積電也否認 他們進去要發CDR 沒錯 你相信他的否認嗎 因為主委我給你報告 我當然會相信台積電的正式 因為過去你很清楚 過去台積電說要大陸去投資 結果台積電也一再否認 後來也到大陸去投資了 所以我覺得台積電他的否認是一個 因為到現在還沒有發生 所以他當然會否認 所以我認為台積電到大陸去發行CDR 以後可能性很高 往下看 您很清楚 現在上市上規裡邊的KY股 也就是過去的F股 上市有70家 上規34家 總共104家 主委知不知道 這些104家裡邊有很多家 正在洽商怎麼樣到大陸去掛牌 主委知不知道這個情況 請委員指教 因為我這邊沒有接貨 有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對 好 再往下看 請問主委 最近有沒有跟國內的主要建商碰頭 我本人嗎 沒有 對 我剛好很巧 因為這幾天 前兩個禮拜 為了有關當充交易稅要降稅的事情 主要的承銷商有到我辦公室去過 他 我們在談了一些問題之後 我非常的驚訝 利用了機會給你報告 國內的建商主要的承銷商 前幾名前五大的承銷商 幾乎每一家的建商 他有客戶三到五家都在詢問 詢問什麼 詢問怎麼樣辦理下市 主委 知不知道這個情況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這包括前幾大的券商 我不要點名 我一再確認 每一家券商 他的客戶都在詢問 三到五家的客戶在詢問 怎麼樣辦理下市 到中國大陸掛牌 主委 你不曉得這情況 我因為他來辦公室洽談 我一再的確認 有一些沒有來的 我再打電話給他們總經理 確認 主委 這個情況 你有沒有什麼評論 你什麼因應 我想我是不是 就馬上請證交所跟貴買 去跟這些券商做個了解吧 對 因為除了來的 來我辦公室談證交稅 有關當中證交稅的主要見證以外 沒有來的 我再一一打電話確認過 我再給你報告一切 國內的主要成銷商 前幾 前五大儀 幾乎 有他的客戶 都有三大五家 在詢問 怎麼樣從台灣下市 到中國大陸去掛牌 比如說他們 有一招 下市的條件 就是先增加持股 讓它不符合股東持股的分散標準 相關的程序他們都研究好了 股東會通過之後 提報證交所跟貴買合併 這個對我來講 雖然我是在野黨的國會議員 就因為我當過金管會的主委 我對這樣的信息 我用兩個字形容 就是震驚 就是震驚 那剛剛給你提到 不只是KY股 另外還有國內的集團型集團股 所以我希望主委正視這個問題 好好去研究 就像您今天 震驚早上登出來了 有三個 怎麼樣擴大 國內股市動能的三個措施 我都探成 因為股市關係到台灣的產業的命脈 所以我希望主委能夠提出來 整體性的 結構性的 這些提升股市的動能的方案 主委 我希望您面對這個問題 趕快提出應用方案 主委你沒有評論 我個人還是對我們台股的這個市場 有相當的信心 因為我從整個相關的資料上看起來 我們上市規的營收還是創的新高 那我們的稅錢盡利也這麼好 那整個的現金殖利率這麼好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我們作為一個新興資本市場裡面的一環 表現是相當的亮眼 那我覺得要到大陸去 就要考量到大陸很多的特殊環境 包括它的外匯管制 主委 您這個講法是自我安慰 我們有沒有優勢我清楚 我敢講我比你更清楚 但是大陸有它政策上的考慮 也有它的優勢 我跟您報告 我們有優勢沒有錯 我當然知道 但是中國大陸它是政策上刻意在拉 還有它相關的誘因 也有它的優勢 好我們回到台積電 台積電早期說要去中國大陸投資 結果它一再否認 說它不會去 後來我請主委看 台積電現在上海子公司 還有南京子公司都成立了 當時它一再否認 為什麼 因為中國大陸要求它去設子公司 現在您剛剛跟你報告 它是大陸去掛牌CDR 您任務它當然現在否認 哪一天它主管機關站出來 台積電 你的子公司要到中國大陸掛牌 台積電 兩手一攤 照樣到中國大陸掛牌 主委 我也知道現在 我們的台灣的股市面臨的環境 其實非常的險惡 那我希望主委 你剛好在這位置上 提出大結構的 大架構的因應方案 就如同你剛剛今天報紙 跟開始跟你討價了 基本上大方向我的贊成 但是我希望你提出來了 不是小策略去因應人家的 去因應人家的政策上 強力的拉攏 主委 我是善意的提醒 那也希望我們一起來努力 讓台灣的股市 真的有競爭力 而這競爭力 不是自我安慰的競爭力 是能夠真正吸引 國內的企業 海外的企業 回來掛牌 因為你剛剛講 我們剛剛那個表 國內的上市上櫃加速在減少 那籌製的功能也在萎縮 希望主委趕快提出 大架構的因應策略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曾委員 接下來請吳秉瑞委員質詢 委員請 主席請 請 派署主委還有財政部徐部長 河秉瑞委、徐部長請 委員你好 路長早 這委員好 前露請挑陌 deux 當盛合部長的時代 那個時候為了弄證所稅 把IPO科種稅 從那個時候開始 IPO的加速就急劇的減少 現在IPO的科種稅 這個規定雖然已經取消掉了 實際上一直沒有辦法回復 IPO加速 這樣子萎縮 就部長來看 跟這個稅有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本來有證所說 現在已經沒有了 但是當年本來要在台灣上市 IPO的加速 因為推出這個政策之後 真的是從那個數量上就是暴跌 不過他 我們這個停止課程也 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但是問題是 因為其實要IPO上市 是要有一段的輔導期 那這個如何來鼓勵 因為你今天這個當中要降稅 這個原則上我是贊成 但是目的是要健全股市 那健全股市還有一塊很大塊的 就是IPO 這一塊也要健全 因為資本市場它是一個 一個坦白講 某一個角度它要 富有投資的功能 那IPO加速少 不願意選擇來到這個資本市場 來這個地方上市 上櫃 它的原因是什麼 你們有沒有分析過 除了稅的問題 稅現在是不見了 其他原因是什麼原因造成 確認得要把市場也有 可以去到辯公市裡 但是一直到達到 這個市場上的公會 會有政府的 是不見到 那就是這個市場 現在市場 看到相關的資料 IPO的加速到現在為止 至少這個前三個月看起來 還是維持在一個還算正常狀況 所以我們今年會努力 還是來希望能夠達到 我們原來所設定的一個目標 就是說至少上市30 上會30以上 那加起來才60 顧主委你知道在全盛時期 一年是150加左右 甚至比150加還多 那我們當然就是 另外就是做一些 結構性的一些調整 包括提到的就是說 多元上市規的條件 讓這些無獲利的大型企業 也可以來 那我們另外再多做一些 改善投資環境的一些事項 那希望 希望這個整個 因為我現在看到是IPO是一件事 我看到另外的現金政治 跟這個發行公司債 就是說 可轉向公司債的這個部分 看起來的金額 沒有比前一年萎縮 所以我們當然要注意到 就是IPO的以外 也要注意到 SPO的這個部分 相關加起來 讓整個這一個資本市場 直接籌資的這個管道 看能夠更順暢 如果你從總體來看上 是覺得很吊詭 台灣超額儲蓄那麼多 油脂泛濫 銀行利率這麼低 結果 結果這個股票市場 這個資本市場 也不怎麼 跟以前比起來 也沒有多少的那個活絡 或是說數量 當然有當中之後 是比去年比前年 比前年比大前年好 但是也不見得說 這個有多大的 這個規模的擴大 這個原因到底出在哪裡 現在就是說 你要 我們講IPO的部分 你要吸引什麼樣的人過來 這個重點 所以我剛剛講的 提到多元上市規條件 是吸引大型物獲利 另外我們進來 都是一直在推台商 回台來上市 那這個台商回台 上市可能也會有一些障礙 那對這些障礙 我們也設法來排除 那希望這個台商的 投資的障礙能夠減輕 我想這個都要多管齊下 都要多管齊下 主委你剛剛有提到 我們台灣的這個股票市場 是獲利不錯 就是企業獲利不錯 殖利率都不錯 比銀行的利率高 銀行現在利率很低 所以你那個獲利 市場市比銀行的這個利率 可以換算成這個 是多很多的 那為什麼大家寧願 把錢放在銀行 當爛頭寸 那不會拿出來投資股市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當然除了定期定額 可以買這些台股之外 定期定額的基金 這個台股基金的 這個規模的建置也是很重要 那因為一般投資人 從早上就要開始去看盤 然後要隨時進行進出場 這也很辛苦 所以有一些相對存款多的 那他想再投資台股 這個基金的設置上面 我想也要讓他有一個 有一個更好的一個 看得到的一個未來這樣 主委你講的每天在看盤 那個應該是短期投資人 如果一個設定 只是為了要取得他的殖利率 他可能買了這個穩定的大型股 或是穩定的殖利率獲利 很穩定的股票 他一買就可能買很多年 然後可能是做長線投資 反而是要鼓勵這一種的 當中是為了要股市量要大 要造勢這我能夠了解 我講的意思是指說 那些為什麼會把錢放在銀行 去賺那個利息 那個利息又不多 但是他沒有辦法能夠去投 進來這個股市 他就是不想冒風險 對 他就是不想冒風險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風險降到最低 對 那為什麼他們會去認為說 台灣的股票市場裡面 找不到好的標的 就會規避風險 我舉個例子 剛剛講台積電 台積電這麼多年來 他的獲利都一直很穩定 表現也都超過銀行利率很多 那為什麼不會想說 我們台灣的人 來買一些台積電的股票放著 至少殖利率 比現在銀行的利率高啊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投資人不這樣做呢 就我看到啦 就我看到 其實台積電除了外資 對他很看重之外呢 其實國內像相關的保險公司等等 投資這些全資股 比例也相當的高啦 那所以我還是覺得就是說 吸引這一些從來沒有進入股市 那麼也不願意去 沒事就去看盤 然後希望有一個 穩健的一個投資的人 那我們應該要請 他們做一些好的一些package 來讓他覺得 這樣子的一個投資下去 他自己是穩健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就會造成 就會讓這個資金比較多一點 讓這些個人的這個戶 能夠進到這個股市來 主委請先回座 部長那你會不會覺得 這個跟稅有關啊 我想今天投資人投資的話 我想他有很多的因素嘛 租屋稅只是其中之一 那我想委員很清楚 我們最近剛通過的鎖土稅法 對投資者是滿有利的 因為他分為中低股利跟比較高額股利的部分 高額股利我們給他適用28%的分離課稅 那中低股利部分啊 我們雖然要併到中和所總和裡面 但是給他扣底中 那銀行利率的免稅額是多少 現在是27萬 對啊那個股市這一邊的呢 是比遠比這個高嗎 對 股市的部分 股利是94萬可以免稅 是啊 所以這個要先讓很多人知道 可能有的人對這方面的資訊還是不夠充足 對我們這一部分啊 當然因為這個適用啊 要到今年度所得明年才適用 所以我們這一方面會多加宣導 我要問一個嘗試問題 因為我最近在立法院很困擾 常常有那小蜜蜂一直在那邊繞 說你超額徵收這個稅款要還給國民 是 啊這個我知道背後是有一個團體 我們兩個知道 就是一個太極門的團體在後面 但是 這個就是我以前跟你提過的問題 當你的稅入預算 你把他抓得比較緊的時候 你的 當然你的這個稅金就會超額徵收嘛 是 結果這些人他是把他扭曲成 這好像在做生意耶 你多賺錢所以要吐出來 這個不是嘛 預算 稅入預算是一個預估值嘛 我今天把他估的比較保守 當然我的稅收很可能就超增嘛 我如果把他估的比較 這個誇張一點 我把他估的比較寬鬆一點 我很可能 激增的數量就不足嘛 所以是不是跟社會大眾在這方面做清楚的說明 他每天在那邊繞 有 我覺得他也很可憐 我耳朵也很可憐啦 因為他老是講一些我覺得根本就 離開嘗試很遠的話我也很痛苦 跟委員報告其實過去十年啊就很清楚 有四年短針六年超增嘛 所以不是說一直都超增嘛 也有四年短針 不能夠把稅入的預估數拿來當作是絕對的標準嘛 那這個是不是讓社會大眾能夠多一些宣傳 我們再多一下宣傳 你估訴 抓的比較保守嘛 我如果把他抓的多多抓個5% 就保證你會稅收就會不足啦 那不足的時候要不要補啊 那四年一樣 四年就反正了 所以我說我當然也不鼓勵說你抓的太寬嘛 因為這樣子有可能會虛裂稅入嘛 對 所以我是覺得 但是你太緊也不行了 太緊這個問題就跑出來了 是 每天在那邊跟你哇啦哇啦叫說 你超增 你超增 我想今年度的預算啊 我想執行下來的話 我想很接近啊 租稅法定主義啦 法律規定之外的你一毛都不能收嘛 所以這個是法律規定你該收的 這個有沒有什麼超增的 這個問題其實是稅入數的估計問題嘛 好不好 好 OK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吳委員 接下來請賴世保委員諮詢 賴委員請 謝謝主席喔 請一下我們金管會的顧主委 有嗎 顧主委請 是 賴委員很早 好 你早 你提到這個幾項啊 怎麼樣活絡股市啊 那我想大 大方向沒有人會去反對啦 你這個想這麼做 但是你有提到一個啊 說要增加大企業以及台商來台灣上市嘛 你有提到這個東西嘛是不是 是 那這裡面大企業啊 你特別有提到 你在另外一個地方還特別提到說 這裡面包括有一定入資的比例 那麼這個比例啊 那麼這個 你也歡迎他們來台灣上市 這一部分啊 是不是這樣講 你是不是這樣講 跟委員報告 這個稍微有點複雜我想一下 就是說現行我們限制 就是說 海外的這些台商 它入資如果超過30% 是不可以來的 或者有實質控制力不可以的 但是在這個以外 它對個人啊 在大陸的投資超過500萬 它有這個限制 那因為它對在大陸的投資的 這一個500萬 它並沒有一個明確的 一個證明的方法 但它現在有一種推算的方式 就是說 假設這一家企業 它的入資 比如說只有20% 沒有超過30 本來應該可以來對不對 可是呢 這一個股東 假設在這個 這個台商有一定的持股比例 他就用那個持股比例 去換算出那個500萬 這樣很容易超過 很容易超過 它並不是講個人直接 它是講公司在 在大陸的投資 而這個大陸的投資 它用它在這一家台商 的一個持股的比例 來作為一個推算 它有沒有超過500萬 所以我們認為 這可能是一個障礙 所以希望把這個障礙 給排除掉 所以你等於把個人的 可以不要放進來 30% 個人你要個人 它的確個人在那邊 就個人處理 不要放在這裡 不要用它在這一家台商公司 所以換句話說 你30% 並沒有去動它 30%我並沒有動它 30%沒有動 只是那個計算的方式 對 個人在大陸的投資 這個作為一個障礙 這個部分 看是不是用 這一部分 投誠我已經同意了嗎 你剛才的講法 我們在跟投誠是洽商當中 那原則上我想 應該可以樂觀來期待 我講一下 今年的1月份 這個滴滴要來台灣投資 因為就入資的疑慮要延審 然後2017去年的10月份 蝦皮電商就是新加坡的 被捲局所有入資 投審會也表示要延審 所以現在兩岸的關係 是緊張的 是冰凍的 大家都很清楚 因此 我不認為你可以這麼樂觀 你要放沒有人反對 但是現在投審會那邊 不是聽你的 聽路而會的 是不是 要延審 剛剛講到 滴滴 蝦皮都是 不給他進來的 那你現在來講的話 你要改變那個方式 讓他可以進來 這個 你有沒有算過 你有沒有想過 投審會可能不同意 我們正在跟投審會協商當中 有結果就跟委員報告這樣子 還沒有結果 就在進行溝通當中 什麼時候會有結果 什麼時候結果可以出來 我想 應該給我們一個月兩個月時間吧 一個月還這麼長 你這個 這個聽起來都是很大的事情 很好的事情 要搞一個月 一個禮拜差不多吧 一個禮拜 我想一個月差不多 要不要跟陸委會講一下比較快 或者找蔡總統比較快 都要協商 都要協商 找蔡總統比較快 這個東西大概沒有人敢拍板 是不是 反正你是蔡總統的猴忍 找蔡總統比較快 他說OK就OK了 對不對 我想這個跨部會之間的協商就可以了 跨部會就可以了 不需要找蔡總統 不需要 我看到到時候你可能需要 因為你搞不定 對不對 如果現在是重演 演得像什麼樣 那麼 你心目中有沒有拿幾個目標有沒有 剛才也要講說 讓大企業跟台商可以來的 大型企業 這是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現在在推大型無獲利 不需要有獲利條件的 這樣子的一個多元上市規的方案 這是兩個 一個是 排除海外台商來台上市的一些障礙 另外一個是鼓勵大型無獲利的條件來台上市 這是兩個 對 你大型無獲利那到底是指什麼 沒有獲利都可以來台灣 大家緊張 這東西會不會 現在是60 30 就是市值60億 那麼營收30 不需要有任何的現金證流量 另外有一種是50 50 就是50的市值50的營收 那也有一年的現金證流量 那這是上市的部分 上櫃的部分的話 另外有一個禁止6億 然後另外營收20億這樣子 營收20億嘛 這個會不會讓台灣覺得有點風險 會不會覺得這樣子 只是因為它大 所以你讓它進來 這個主要是我們也是參考其他一些交易所 就的一個 都有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上市規的條件 我想大家都在 在資本市場上面 大家除了要強調資本市場健全以外 吸引這些不同的企業類型來上市 這個包括香港 包括其他國家 包括中國大陸 包括我們 如果今天大陸一個大的事情 就博鳌論壇今天要開啟 那麼大家都會預估 習近平可能會 或者相關的官員 中國大陸相關的官員 會談到精改的政策 在市場準路 或者降低外資的投資的限制等等 這一部分 你們掌握多少訊息 金國貴 因為他們現在一些具體的一些措施 都還沒有提出來 我覺得我看到相關的資料 中國大陸給我的感覺是這樣 第一個 他要防止金融的一個系統性風險的發生 第二個 他要 因為中美的貿易大戰 事實上某種程度也牽扯到 美國人要求他在外資的限制上過嚴 因為他提到301的條款 他啟動的第一個理由 我就提到說對外資的限制 有不當的過嚴的狀況 所以我想他們日後在談判的過程當中 對於外資進入到各個產業裡面去 當然也包括金融業 這個我想美國也很重視這個中國大陸 它這個金融業的開放的一個情況 有沒有很多這個所謂的障礙 我想這個部分可能都會 我們值得關注的目標 有人提到說 博奧會議之後 大概會有一個 一點點對台資銀行的小開放 比如說讓台灣的 在他們在大陸的分行 比如說我們看什麼 這個趙鋒或者是義營 這個這個 第一金 他在這個蘇州 在什麼地方的分行 他可以join 他們的大型的一個 一個連帶案之類的 這個訊息你覺得怎麼樣 現在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在大陸的紙行 一定要跟他合資 才能夠進行所謂銷金的業務 那如果是分行 外國分行 他也不是只有對我們有限制 他對於吸收存款 就有很大的一個限制 比如說他一定要吸收 好像一百萬人民幣以上 那這樣的話等於是 銷金的這個部分業務 居然沒辦法推展 他沒有 你太低的這個存款 他都沒辦法吸收 所以這一個部分 對於各國的外資的在大陸 這一部分可能開放 那這個部分就是 如果是開放 那對大陸的這個相關的銀行 的業務的衝擊也就蠻大的 因為我們看到的一些的報導是說 他面對美國的這種貿易戰 他們不斷的強調說 我們不要打這個貿易戰 他要繼續開放 繼續走這個全球貿易的概念 所以這樣來講 所以大家就預估了在市場的準路 以及降低外資限制方面 他大概這兩部分會開放 開放的話 我馬上就想到這個東西 也有人提到這個概念 就是剛剛我說過了 就是會讓他們本國銀行的競爭增加 可是大方向是開放 我剛剛也提到他們也同時要考慮到 他們整個金融市場市區的穩定 因為他們這個部分就我看起來 他們的槓桿比例很高 所以他們現在對影子銀行的那種 潛在的債務的風險 他們非常非常的關注 你不認為會做這樣的開放 沒有 我認為 我認為這正是中美貿易戰裡面 談判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OK 好 你先不要離開我們請許部長好不好 許部長請 這個請教兩位長官 今天談到是證交稅的當沖把它減半 現在3年5年5年7年 那相關的全證的這一部分 避險的交易稅能不能把它降 我特別提到的是因為現在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股市來講的話 這個當沖佔百分之二十幾 全證的交易佔百分之二左右 這種東西是不是 你這樣已經大菜都放了嗎 那個小菜是不是也放一下 這個這個部長 你幹什麼 跟委員報告我想 在上個會期的時候 行政院提到這個案子到立法院來了 只是後來立法院 如果借期不去審就沒有了 我想這個這個我們財政部態度 基本上是 樂天啟程 對樂觀啟程 那顧主委呢 對我們會送進來 會送進來 我們現在正在撰寫這一個 你們的版本怎麼樣 也是減半嗎 應該是千分之一吧 我記得 還在降嘛 就是到千分之一就對了 現在多少 現在千分之三 降到千分之一 我覺得我認為 現在就這個嘛 你看大方向 你證交稅 你證交稅 當初的證交稅 都減半了 對不對 大的一個方 大的一個項目都減了 這麼小的 它這個全證啊 是是是 什麼potato這一部分啊 對不對 它的量 而且很多人都認為 這個很多的專家都講 這個全證 以小博大啊 對小偶投資人也是一個 他買不起再買全證嘛 全證的話 是不是也鼓勵一下 對不對 不要說只讀後大的 所以大方向 都是可以要 往這樣的方向走啦 對這主要是 針對避險的專戶 裡面的交易稅 對 其實有關於避險 當初之所以 大家願念的支持 也是他多少避險的概念 所以原來原來全世界都一樣 避險的交易這一部分 稅都可以 越低越好 這基本上是個概念 特別提出來 跟財政部長這裡啊 是特別 你的 你可以大方一點啦 避險的東西 該方就放 有有有 時間長一點 就時間長一點 不要搞個 搞個一年兩年這麼短 好不好 大方一點啦 大方一點 直接這樣了 forever這樣 謝謝 好 謝謝賴委員 接下來請羅明財委員 羅明財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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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嗯 等一下換過來 好 那 我們下面請余婉如委員諮詢 主席早 有請顧主委 顧主委 顧主委請 顧主委請 那這個 上市櫃新櫃合計是98家 然後 這個 具有指標性的上市是21家 上櫃是23家 同為近10年最低的一個水準 那我想先問顧主委 你覺得今年這個IPO的表現會改變嗎 我希望能夠就是達到60家 加起來 就是新櫃以外 上市櫃加速的 能夠達到60 上市櫃達到60 那總偷頭是幾家 就3030 就給的目標值就是3030 3030 你2017年是 我沒有聽錯吧 2017是98家 沒有那是新櫃 加新櫃 加新櫃 我現在是100家 就是新櫃40 上市櫃60 加起來100 OK 了解 因為新櫃目標都有達成 現在大家看的都是上市櫃目標 就是說沒有達成 然後 比較低 所以我們現在希望 這個IPO的在 在上市櫃的部分 能夠有60家的表現 了解 那現在已經進入到第二季了 那不知道說目前狀況怎樣 看起來應該還OK吧 那個證教所要不要上來 幫我講一下 那個徐董市長 還有櫃買 徐董市長現在目前第二季狀況如何 未來兩季會如何 目前已經有七家正式上市了 七家 七家就是如果以目前來看的話 應該30家我們會繼續來努力 應該會讓這個目標盡最大可能來達成 好 那我想點出來 麻煩兩位也在旁邊好了 因為這個是一起的嘛 那事實上我想要點出來就是說 我們台股不只是本益比低 而且是嚴重的一個老化 我們看一下2017年 上市櫃集資金額的前五大產業 這五大產業 生機醫療 電腦周邊 半導體 橡膠工業 跟電機機械 好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我直接寫出來我們三個問題啦 第一個 缺乏知名企業在台灣掛牌 第二個 缺乏新創公司 新創公司代表新經濟嘛 這個三缺 第三個就是缺乏新經濟 軟體服務啦 網路啦 AI啦 我看了一下現在目前全球創投 前十名投資的這個產業裡面 我們台灣2017年只有一個上榜 而且排名第五 叫做電腦跟周邊設備 就是硬體啦 前面前四 第一個是網路 網路 第二個是網路 行動 我是講的說我沒有放在這邊 這資料我沒放在這邊 我講的是全球創投在投資的項目裡面 依照我們現在2017年的表來比 我們2017年只有一個 就是電腦跟周邊設備 是在它的第五名 換句話講 我們台灣的台股這個部分 其實跟全球的資金投資的方向 已經有很嚴重的一個脫節 那目前金管會有端出 就是振興企業的七個方案 那包含綠色債券 扶植生技等新創產業 設立創新創業基金等等 還有上櫃新增電子商務類股 以及輔導新南向國家的台商 回台掛牌 那我想問顧主委是說 這七個方案裡面 你對於吸引知名企業在台灣掛牌 新經濟類股的看來力道夠不夠 有沒有什麼更積極的對策 我想這個分兩個 一個是我們還是希望 因為也要因應MSCI的問題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 有一定資本額以上 還沒有這個上市櫃的公司 能夠來 那第二個當然我們是 多元上市櫃的方案 就是吸引大型無獲利的 這部分是不是也能夠吸引一些 包括電子商務類的這些公司 能夠在台灣掛牌 顧主委你知道最近 這個東南亞有一個新創公司叫Grab 然後把Uber給併掉了 你有沒有能力 有沒有可能邀請Grab來台灣上市 你的對策是什麼 我想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還要有一定的 跟國際的能見度 然後要讓這個 這個對於要來這邊 上市櫃的公司 他要感覺到這個資本市場 對他是友善的 所以我們要盡量建構 那我們會盡量在那邊來努力 那我另外再請教顧主委 你們設立的創新創業基金 大概是2.7億元 這個額度會不會太少 是沒有說很多 但是我們主要是在一些新創公司 國發基金匡列10億 然後這個產創條例 天使投資獎勵過了之後 民間預估會有60億 你這個2.7億你要不要再加碼 你有沒有考慮再加碼 因為原來的確實 比這個目標高一點 那我們就再看看他進行的狀況 因為我們現在 因為這些天使基金的一個運用 我們可能還要跟其他既有的一些 包括您剛剛提到的 國發基金底下的天使基金 來做一些 所以你有考慮再加碼嗎 我們看看實施的狀況 這個也就是說是 這種投資的情況如何 那我們再來 如果有必要 我們就隨時再來加碼 那另外我想請教就是 上櫃新增電子商務嘛 已經上路了對吧 是 那目前成效如何 跟委員報告 就是目前的 我們就是 原來分類在其他類的 現在有6家列在電子商務類 是 那我想請教一下說 如果未來上市 也有考慮新增電子商務嗎 我們 當時 溝通的結果就是 我先請櫃買來做 那 看看一段時間以後 如果覺得 我問這些問題 不錯 我們就請上 我問這些問題 都是為了後面 這個 更重大的一些事情在鋪陳 所以你們講過的話 都會成為紀錄嘛 那我們現在目前看一下 兩岸三地的IPO加速的比較 我們可以看到 香港跟台灣 香港在2016年 負成長 負3.4% 台灣在2016年 是正成長 5% 可是到了2017年 我們是負成長 27.9% 然後香港是正成長 36.8% 所以說 中國我們已經是不用看了 一支獨秀啦 一支獨秀 但是香港的確 有些東西 我們必須得要看到 要學習 我想問一下 你怎麼看待 顧主委怎麼看待 這個台灣跟香港 在短短一年之間巨大的落差 我想 剛剛也 剛剛在回答 前面的委員也提到 就是說 我們這44家的 這個比起2016的61家 比例上是衰退了不少 那當然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 結構性的因素 有一些非結構性因素 那 在結構上 我們剛剛提到了 就是說 盡量用多元上市規的方案 盡量這個 以排除一些台上回台上市的一些障礙 來做一些改變 那另外 我們當然要盡量要去從事 這一個 一些相關的一些 招商的一些做法 的確是有結構性的問題 所以我們改革的幅度 其實也要加大 因為台股的問題 是出在它的定位 我們其實可以比較一下 最近這幾年 兩岸三地放寬IPO的措施 我幫你列出來了 你可以看到我們台灣 跟中國大陸 跟香港相比來講 中國大陸就直接 只要你是獨角獸 人工智慧 生技 雲端運算 先進製造 獨角獸 你即時即省啊 不需要排隊 香港 接受同股不同權 就所謂的黃金股 然後放寬未盈利 生技公司也可以IPO 放寬香港作為第二上市管道的一個限制 所以他們都有很明確的一個定位 我們事實上其實就是在跟這些交易市場在競爭 所以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我們台灣這樣子的政策 會不會太小缺心了一點 所以我想多元上市櫃的方案 也就是在這個部分做一些 看看能不能吸引一些大型無獲利的企業來台上市 這個我想就是一個在上市櫃條件上面一個做一些結構性的改變 好那我再詢問更明確一點 就是問顧嘴更明確一點 我們台灣會不會開放的同股不同權 我現在的意見是 我現在暫時不考慮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我認為 對於公司治理有很大的傷害 因為在同股不同權的情況之下 他的公司治理 就是說相當的隱蔽 沒有辦法能夠好好的來監視他的公司治理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兩個上市櫃兩個都是一個主板的一個概念 那在主板的概念的情況之下 好不好意思因為我時間還有限 我再請教一下就說 那是不是未獲利可以掛牌 就連未營收也能掛牌 現在先開放還是要有營收 有市值還要有營收 那現在講的就是說 生技類股可能有市值沒有營收 但是因為生技類股 我們已經透過這個出現意見數 顧主委最近齁 這個你有上次我請你諮詢過 你已經提過一個新創主角的時候 叫做Spotify齁 大家都知道他最近的新聞 他是直接上市 直接上市喔 換句話講 他不需要發行新股喔 他也不需要IPO喔 他直接上市喔 所以我再提的意思是說 全球因為新創產業 資本市場都在改變 都在改變齁 如果我們力道太小的話 我怕你這個結構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你這結構問題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長期以來我們台灣的這個資本市場 就是越來越 就是上市櫃的意願越來越低落 上市櫃的意願越來越低落 本業比也越來越低 估值也低 市值也低 那這些都是必須得要大刀闊斧來解決的 那最後我想要再請教一個問題就好 就說目前受險業的海外投資 我們都知道佔比是非常高的 其實之前我也是執行過很多次 已經接近百分之六十五了 那目前因為去年的匯損 金額高達一千七百六十一億喔 這麼多的錢就是因為匯率的變動 已經達到這麼高的這個史上新高 那受險工會理事長有指出就說 錢要有留台灣有四不通喔 這四不通包含投資公共建設缺案員 停五加二投資風險過高 要投長照機構限制重重 以及台股要求資本過高 那其中投資台股的部分 受險工會建議說要檢討保險資本的氏足率RBC 除考慮納入景氣循環外 也可將台股中的類債券股票調降係數 那事實上這些都是我們知道就是說 保險資金佔我國的這些資本秉咒是非常高 但是它沒有辦法轉化成我們推動實體經濟的一個資本的動力 那現在受險工會也提出了這些問題 主委你怎麼看這些問題 有沒有決心要來解決 投資台股的部分保險公司的佔比 已經佔在他們可運用資金的7% 那比例上來講已經算不低 不過我們還是會就逆景氣循環機制的部分 還有類債型個股的係數的問題呢 我們會在年底呢 就明年的RBC呢 這個調整呢 我們會做一併的檢討 那我們現在正在請我們的保護中心在做研究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會年底提出一個明年的一個RBC的一個調整 那另外各公共建設的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也積極在沿逆這一個不動產證件化條例的修改 我們希望將相關的公共建設呢 予以證券化那證券化之後呢 這個保險公司來投資呢 他們的意願就會高這樣子 好 謝謝 好 謝謝余委員 接下來請羅明財委員質詢 羅明財委員請 主席各位委員處理的習慣大家好 主席科夫請副主委 還有財政部徐部長 顧主委徐部長請 羅明你好 兩位首長好 是 羅明好 美股啊在上個營業日 因為中美即將爆發貿易戰 股市大跌五百七十幾點啊 台灣有沒有可能不入美國的後塵 股市起大變化 請問今天國安基金是不是已經進場了 所以這個排面跟美國可以說是明顯的背離啊 請問部長為什麼 沒有說進場 我們之後都會密切注意而已啊沒有進場啊 那國安基金不會進場 還是已經準備好了 沒有 我們都會密切注意觀察這個股市的動態 注意什麼方面 因為你有沒有重大的一個波動啊 因為你國安基金啊 條例裡面啊 事實上是有一些條件在的 是 我們看到非季節因素 偶發性的國際因素 這個算不算國安基金可以啟動的一個依據 事實上今天我們股市還有點上漲 對啦 小幅上漲啦 那是八大公股銀行全面互盤 沒有啦 沒有 也沒有 沒有 因為股市人啊對我們基本盤啊有信心啊 那請下來一下主委喔 為什麼台灣跟美國的貿易依存度 台灣跟美國股市的一個連動性 是非常非常強的 為什麼 美國大跌 台灣不跌 能不能請主委 講出各種的道理 我想 呃 主要 這幾天的狀況看起來 中美的貿易大戰裡面 影響到我們這邊的電子業要比預估的來得小嘛 因為他這一次沒有把手機啊 面板啊 那個手機平板跟那個 那個筆記型電腦啊 放在那個裡面 蘋果供應鏈都沒有放進去啊 對 那所以相對來講 就電子業影響比較淺 那另外就是說其他的行業看起來就是說 呃 我們到中國大陸那邊去 那以供應他的內需產業為主 再轉出口到美國的這個部分 我講的剛剛講其他以外的啦 這個部分看起來比較小 那這樣的話 呃 這個整個的這個情勢上看起來啊 我們當然還要做整體的評估 我們對整個經濟的一個連帶的影響 還要每個產業要做一個盤點 但是總體上看起來比原來預渠的小 那再加上我們整個的 一到三月的上市櫃的營收表現相當亮眼 我講基本面是不錯的 請問 中美大戰如果展開了以後 請問顧主委準備好了嗎 呃 如果您講的是指股市的部分嗎 股票市場的部分 是 如果股票市場的部分 我們當然會隨時因應 持續關注整個市場的動態啊 如果有發生一些當然 非理性的這個 下跌的這個狀況的時候 我們當然再做一些必要的一個措施 但現在這個狀況並沒有發生 這個貿易戰開始 這個大概兩回合而已啊 後面可能還有加大的力度會出現啊 如果中美戰持續對台灣造成很大的影響 剛剛除了手機供應鏈之外 那鋼鋁的部分要開始重稅啊 這個部分會不會影響到 其他的中小企業會不會影響到 呃 剛剛委員提到可能就是說 最近反而是這個232 不是301的條款部分是 232的部分有關鋼鋁科稅的部分 那鋼鋁科的部分我想 經濟部那邊應該會去設法去尋求一個國家豁免 那如果不行的話 個別的產業 它那個所謂的鋼鐵從大陸這邊進口 再出口到美國 這個部分 當然就要相對的要有一個好的因應嘛 所以你們已經盤點過了喔 上規公司當中啊 受到直接影響的大概有多少加 那金額大概會有多少 我們現在正在請證交所持續在 跟各個的這個進行一個了解當中 我看啊 兩隻大象狂打架 我們夾在中間啊 很容易被踩傷啊 所以請主委啊 要多多注意這個問題啊 這個貿易戰才剛剛開始啊 有人說持續的話如果沒有講好 可能三年五年 可能更長的時間都有可能啊 那我想請一下那個部長啊 如果中美貿易戰持續開打 那影響到這些企業界 國安基金會不會隨時準備進場 我們其實都會密切注意啦 密切注意的情況是 隨時會進場囉 還是隨時不進場 沒有沒有 因為我想他有一些條件在嘛 是剛剛顧主委講得很好啊 他坐兩邊如果持續再站下去 這個金融會會密切的來關心啊 會來關注啊 因為影響的金額盤點結果可能很大啊 如果很大的話怎麼辦 對我們一樣密切注意密切關心 密切注意密切關心 所以有沒有符合國安基金進場的條件 對要符合我們一定會進場啊 有沒有哪一點不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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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還不符合啊 目前今天就上漲了 上漲就不互盤 下跌才互盤是不是 沒有啦 就是看整個是非理性的一個下跌嘛 因為現在都情況都還 那個量也都還大概一千四百百億左右啊 好所以看量啊 所以我希望多多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事情有時候不是可以控制於我的啊 我們事實上都是這個一個籌碼而已嘛 在兩牆之中我們只能找空隙 找一個生存空間啊 那接下來請問一下顧主委 你射出了三支箭啊 其中有一個你說要你從 國外日本引資三千億 怎麼樣來具體落實 是 委員講的可能是我那天上那個節目 不過我那天節目 並沒有提到三千億這個數字啦 那是幾千億 我們現在當然是希望這個日資進來 那因為外資在日資這一塊 比例蠻低的 大概我記得好像是2點多趴吧 比例是蠻低的 那有沒有機會可以多引一些資金進來台灣 對對對 我們當然現在其實是請證交所到日本 多做一些引資的活動 讓日本這個市場 能夠多了解台股的狀況 然後把這個比例提高 那如果我想三千億這個金額 大概應該是說 我們如果把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五 那這個金額就有到達這樣 我們去年大概股力算一算有多少 股力 對 您說發放的現金股力嗎 是是 3.8左右吧 3.8 平均啊 所有的 是不是有超過去年的水準 鼓勵的發放 前年是不是 你應該說去年比前年吧 是不是 去年啊 去年比前年好吧 去年有沒有比前年好 應該是有 是不是 前年大概一兆多吧 前年 去年的鼓勵發 去年算起來了 去年發放 大概發放的鼓勵會有多少 如果從那個 金額來看的話 去年當然是比前一年好 是 好多少 去年達到了一兆 一兆兩千 七百多億 這個創新高 一兆兩千多億 那請問 這個一兆兩千多億 如果 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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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股基金的規模能夠有一定的量的提升 那這個包括很多措施 包括前一陣子有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這個銷售獎勵金的部分 要讓它用資產規模來算 通路的報紙不要引誘那個銷售人員 讓它這個投資人買進買出 然後維持在一個基金的規模 那這樣的基金規模擴大 那我想台股基金用來這個投資台股 它的動能就會相對增強 如果你說每個人可以享有2.4萬的免稅額度 另外這個就是TISA的一個想法 當然就是說希望納入到這個27萬的 這一個儲蓄特別扣除額裡面 扣除額裡面 那麼能夠有一個投資台股要5年 那這樣的話2.4萬的一個特別扣除額 那希望也能夠增加台股基金的規模 好謝謝 請問部長 這個免稅額度2萬4千萬 2萬4千塊會不會太低啊 我想我們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是扣除它的利息跟鼓勵 鼓勵現在因為我們另外的稅改以後就另外處理 所以說假如是利息鼓勵當然可以適用 假如不是你是投資額就不適在我們儲蓄投資 你中國所總額但是可以扣低 所以簡單來講你只有鼓勵的話 在94萬以下都可以免稅 是 所以部長支不支持這個案子 沒有啊 我們現行的制度比它更優惠 更優惠喔 是 所以顧主委你那個講的是口味實不治啊 現行就有這樣的一個制度啊 是不是2萬4可以提高到大概6萬左右 鼓勵台灣人多投資台股 我們這個是希望能夠長期持有台股基金的一個方案 那因為你要5年 那這樣子的話台股基金的活水能夠有的話 那這個台股基金規模擴大 那台股的量能就能夠維持 主要的目的是在這裡 我們會跟財政部再溝通 部長在 我想喔 台灣的遊戲規則常常變來變去 那你要提出好的菜啊 一次就端出來 然後把它很確定的實施 譬如說當沖降稅的部分 部長啊 你現在這個案子 你是準備當沖降稅延長幾年 三年 三年啊 你延長三年啊 你倒不如延長啊 十年啊 你三年 你看主委他現在去日本招商啊 跟大家講的結果是說 我們現在當沖降稅 現在要延長 你來問說主委你要延幾年 可能三年 那日本人又講說 你三年以後會取消 你都不確定因素太多了嘛 所以你覺得 既然當沖降稅的效果 已經顯現 稅收也增加 分析啊 建議啊 可以延長十年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日本啊 本身 雖然有當沖降稅 但是沒有租稅優惠啊 他沒有任何租稅優惠啊 是 那個部長 現在當沖降稅 這一次納入了券商 自營商 他們操作也可以當沖降稅 預估自營商 自營的部分啊 當沖降稅實施了以後 會產生多少的動能 我們估算的結果大概會增加1.7億左右吧 1.7億 1.7億 因為手上數字沒有在 我找一下 不會吧 台灣證券自營商有幾家 因為原來是不到1億嘛 原來不到1億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估算 那希望能夠增加到 大概多增加到180個percent 所以大概應該是增加1.7億多 才增加1.7億 就自營商的部分 對啊 台灣自營商有幾家 他所有可以操作的這個金額有多少 我覺得這個數字好像明顯低估喔 自營的部分 他手上有現金部位嘛 這個現金部位加起來有多少 因為我們 我們是用他原來 那上市的部分 我們是認為會增加1.78 那上市的部分是增加4300 所以加起來是2.2億左右 所以每一天 每一天就是自營的部分有2億多 應該不是每天吧 是 日均值嘛 以一個日均值來算 日均值多2億多就對了 對對 上市櫃加起來了 那上市是1.78 就我講的 然後另外上櫃可以算大概是 你自營的部分 他們可使用的資金有多少 可使用的資金 我這邊手上沒有相關的資料 局長啊 你 局長 支援一下啊 因為外國的所有 一般的交易情況啊 當中大概占了40%到60%左右 那這些專業經理人啊 應該有可能比照 外國的這些專業操盤經理人 所以這個部分應該會增加很多很多的量才對 我想 如果今天委員會能夠通過 我想我們實施下來 應該就可以來驗證一下看看 今天的自營商的這個部分 到當中應該會增加多少 我想這個就麻煩委員支持以後 我們來看看 資營商的可使用金額有多少 資營商大概每天的交易量 大概占市場的5%左右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一天大概平均有80億的金額在進出 80億的金額 好 你密切注意一下 他總數的金額應該超過好幾百億 對 可是他每天進出的時候 對 每天進出啊 你如果比照外國的專業機構 他們可能當中可能會到40%到60% 這個量應該會蠻大的 對對 可是因為他原來就不到1億嘛 所以我們用這樣子來推估啊 這樣子 就是他們當沖啊 好 你這個數字再給我 謝謝 好 先先告一下 是王龍章委員執行完畢了以後 休息 十分鐘 下一個委員是習永明委員 謝謝主席 有請這個主委跟部長 好 請主委跟部長 好 請主委跟部長 並當顧問的這種情況 好 第二個 範工股呢也沒有 那我當時也有跟你要資料 你說這資料應該可以提供 好 主委 這邊就可以提供 那因為您當時來文是要的是顧問 個別每一個顧問的名字 不 我要的是 本來的董總 本來的董總回來 回來 回國當顧問的嘛 你本來不是要揭露他嗎 那我這邊跟委員報告 好啦 我跟你講 我跟財政部要 有 我不太清楚 我不太清楚 這個個資法是金管會這邊很重要 財政部不重要嗎 你知道我跟財政部要 有 第一銀行 有個叫周伯交 現在是專業顧問 回到前面 主委 你那時候跟我講 飯工股或工股都沒有回 回任的 有沒有 周伯交之前是在做什麼的 所以現在就是裡面八家 裡面有一家就是第一銀行 第一銀行有嘛 我問你周伯交是怎樣下台的 為什麼事情下台 因為慶富案下台的 你第一銀行又給他回任當專業顧問 部長 這個顧問一年多少錢 一個月二十萬 一年兩百四十萬 慶富案下台 回來 回來當專業顧問一年零兩百四十萬 主委 議員我們發多少錢 議員應該是一千萬吧 一千萬 我想請問兩位 這你要給金融業 給我們工股什麼示範 就是說出事沒關係 下台避風頭 回來當顧問 要資料 委員要資料不會給 因為有個資 一年你兩百四十萬 回到前夜 當時黃國昌還在說 還有其他案子啊 兩百八十 不是兩百八十億 二十八億的連帶案也有問題 那我意思是說 請問兩位他回來當顧問是什麼意思啊 是因為他實在是親父案處理得太好 還是他願意背 所以現在每年給他兩百四十萬 跟你要資料 各資法 拿兩百四十萬 各資法 回到前面 我當時 回到第一頁 就問你 公股販公股有沒有回憑 你應該要做 不是在那邊 講說沒有 委員不要再查了 有啊 跟你要資料不給 要的資料發現有沒有拿錢 我們在委員會在問說 禮拜三也要 也有 也排議程 說你要怎麼處理 你說沒有辦法處理 他們都是法人 那要不要做改革 兩百四十萬 部長主委 你們是要立什麼典範啊 要跟大家講什麼 親父案已經沒事了 罰錢也不用你這些人出 當時因為這樣下台回來領錢 那你還說你要變台灣 台北要變理財中心 金融中心 兩位沒話講嗎 我想 我首先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這個要揭露 董事長跟總經理回憑顧問 這是我們主動提出來的一個政策 那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目標就是希望 他們能夠做一個充分的揭露 那我想請問 這樣子下台 回憑顧問 那至於個別的銀行 他們回憑的這個顧問 財政部這邊 還是他們自己做就可以 金管會要不要管 那我們就是要求他們要強制揭露 要讓我們了解 沒有 你那時候強制揭露 只是他的薪資的急劇而已啊 這個周某某 你強制揭露他的名字會出來嗎 未來要不要把名字弄出來 我們強制揭露這一個預告完成 那麼實施之後 然後讓他們有時間處理 之後當然就可以來 然後委員要資料說不行 各支 就可以來揭露 只好去跟財政部要 財政部連薪水都拿出來240萬 金管會不知道嗎 你們兩個都覺得這樣沒問題嗎 鬧得瘋瘋瘋瘋瘋 雷聲大魚點小 你處理動作就算了 你說後面都沒有辦法處理 罰了1000萬就結束 結果你回來還把他回憑當顧問 專業顧問還付他錢 如果你們覺得當時他沒問題 就不要他下台嘛 他那時候還在當副董咧 那你覺得他有問題下台 結果又偷偷摸摸回憑 兩位你們在這邊 在講什麼金融改革 你覺得人民會相信嗎 這一部分我想第一銀行 他是按季來檢討一次 我想這一季他就會檢討 你不能因為委員發現才檢討啊 沒有他是本來每一季都要檢討一次 不是啦 他侵犯有關係 因為他下台不是現在發生的嘛 你要問的是 當時為什麼第一個時間點把他回憑 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非常專業 他可以把一家銀行搞成這樣子 他是你們的法人代表 他是董事嘛對不對 跟委員報告 那個時候啊 慶夫案還沒有發生 那是蔡董事長那時候聘的 不是 那你國票金副董 為什麼要把他弄下來 那是事後 事後 那你現在又把他回憑 沒有回憑是很早就聘了 你之間不檢討 你不是說每一季檢討嗎 你真的要跟我再辨這個 你的每一季檢討 所以 這一季才需要檢討 那侵犯什麼時候發生的 我想第一銀行會檢討 財政部都沒有問題 金管會沒有問題 顧主委 你那時候要揭露我們支持你 所以才問你說你要不要查一下 所以等到這個實施就會揭露 我知道 所以如果您跟我是要哪一家銀行 我一定給你啊 那你 你都已經統計了 銀行有哪幾家 八家有十位 金控兩家有五位 票券業三家有四位 我跟你要這幾位 加起來也不過不到二十位 名單不能給 拿了以後才發現說 原來當然有引擎啊 我們沒有要掩護什麼啦 委員 你如果我要掩護我幹嘛 去做一個強制揭露的一個政策 不是啊 啊 所以 這個是 錯怪你 這是錯怪你 是不是 你當時跟我講 你說 銀行局跟你說沒有回聘 那銀行局局長在騙你咯 這是你在委員會的答詢啊 你如果說啊回去查 委員我回去給你資料 我就算了 你當時跟我講什麼 我當時擔心就是這個事啊 公股犯公股有沒有 啊有沒有因為案子出事情下來 現在又給他回聘 那因為當時的手上資料不在手上嘛 那所以現在的 好啦好啦我知道主委 你愛怎麼講都怎麼講 我一直說 這個事情 你們要不要檢討 你要做改革 我們都支持啊 你不要做半套 叫你資料拿來看 大家檢討一下 沒有不行 個資法 保護他 你讓人家感覺是什麼 整個慶福案啊 財政部跟金管會現在覺得說啊 風頭已經過了 你說美濟檢討 慶福案又不是現在才發生 當時發生如果美濟檢討他 為什麼不檢討 如果他當副董的時候還要去兼顧問 到一營 當專業顧問拿240萬 這個制度不用檢討 我在委員會提個案子說 那以後是不是很清楚的決議 公股跟范公股的董總就不要回聘了 被否決 說這樣子會妨礙我們院長的人事任命 妨礙什麼 妨礙他回去拿240萬 整個委員會要墮落到去幫他掩護嗎 董總 公股的董總 真的一定要回任顧問嗎 他們不是法人代表嗎 我覺得這個算醜聞 兩位謝謝 趕快回去 讓他趕快下來吧 下一位王農詹委員執行 謝謝主席 請 toe oke 跟顧主委 王偉你好 兩位好 兩位我想在一年前 我們通過當沖證交稅減半 主要的原因 我們提出來的原因 是因為台灣股市 我們交易量疲軟 流動性欠佳 還有就是說跟其他國家比較 我們的當沖占比是低的 那經過一年的刺激 我們要減半之後刺激的效果 那今天我們再來討論 這樣子的刺激 是不是需要延長 我們提出來的理由 我們行政部門提出來的理由 是我們經濟局勢 處於溫和復甦 溫和復甦是不夠的 再來市場前景未完全明朗 在這樣子的情況底下 所以我們應該要再繼續 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我想請教兩位 如果當沖的證交稅率減半 是一個刺激的措施 請問我們要刺激到什麼樣子的程度 才可以停止刺激 假設我們當初用這個方式當做CPR 那斷的就是說抹等等 現在到這樣子的一個程度 我們刺激要刺激到什麼程度 我們理想目標設定在哪裡 跟委員報告 我想財政部立場 應該是會站在一個 有沒有稅損的觀念 財政部的立場 您不用替他回答 站在金管會的立場 那站在金管會立場 如果說財政部認為沒有稅損 那金管會立場當然是認為說 如果它是可以促進價格發現 增加市場的活絡性 在這一點來看的話 它沒有這個明顯的這種所謂的 對股票的這種追漲殺跌 或者是增加波動的這種傷害的話 那這樣的一個政策來穩定的實施 是可以的 所以就是說你們希望的正面效果 只要繼續的就是說發生 那然後負面效果沒有發生 在金管會的立場裡面的話 這樣的刺激應該常態化 對不對 就是繼續 不斷的就是說用這樣子的方法 那財政部呢 我想我們目前比較是降稅前跟降稅後 來做個比較 當然從稅收來看的話 它是可以迷平沒有錯 不過假如我們繼續要實施三年的話 假定 那我想比較基準不一樣 應該以實施後 實施的第一年 跟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做個比較 這樣比較正確一點 好我想 我清楚了解財政部的立場 主要就是看稅收 有沒有稅損的情況 我請教顧主委 我不曉得您知不知道 2008年政黨輪替 第二次政黨輪替之前 那股市日成交量是多少 我手上沒有資料 再請委員指教一下 以當時的情況來講 我們的均日成交量 大概是1300億左右 是 就跟我們現在的情況其實差不多 是 我要提醒主委 在當時 我們 不但沒有當充證交稅減半 在當時事實上 連當充都沒有 連當充都還沒有 是 在這樣子的 就是說情況底下 我們可以達到這樣子的量 今天 就是說告訴我們 我們沒有辦法再維持 或者是恢復 過去 這樣骨枝的 就是交流力量 所以我們要用刺激的手段 那我再請教主委 就是說 如果我們刺激成為常態 一直刺激就習慣了 它就不是刺激了 變成就是說 您所期待的這樣的常態 我想請教 我們再下一次 我們的交易量 再下降 我們的流動性 如果再發生不足 我們當充占比 滑落了之後的話 即便就是我們 仍然維持當充證交稅減半 這樣的情況底下 請問金管會 還有什麼樣子的政策工具 我想我們應該是要看 那個時候的市場狀況 是為什麼交易量來銳減 那它的一個原因是什麼 然後再來 對症下腰 因為每一個 好 那現在的話 如果 就是說我們沒有其他的手段 來維持嗎 只有繼續當充減稅 繼續增加 繼續維持這樣的刺激效果 我們有沒有其他的手段可以維持 維持住我們的交易量 維持住我們的流動性 維持住我們的當充占比 跟委員報告是說 我沒有辦法能夠預估說 那如果 當中把它回復到千分之三 是不是交易量會萎縮 我沒有辦法去做這樣預估 但是我只是說 如果我們實施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那麼對活絡市場 對價格發現是有幫助 那它沒有另外的一個負面因素的話 那像這樣子的一種穩定的措施 沒有產生稅損的話 為什麼不可以繼續往下走 好沒關係 你是在重複的放入陰帶 對我的立場 你其實是在重複的就說放入陰帶 那我請教 三年之後 三年之後 我們重新再來評估 要不要延長的情況底下的話 我們評估的就是說 標準會是什麼 在這裡面的話 我們現在講 就是說一個就是 維持我們的股市交易動能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在當 在那個時候的話 我們必須用什麼樣的指標來做衡量 用日成交量 從你們預估的這一個部分的話 每天1200億做標準怎麼樣 就是說看它有沒有達到 或者是維持 還是要當充日均成交值是355億 還是當充的量 占23% 你們應該覺得 以這個部分 維持股市交易動能 要用什麼樣的指標來衡量 這是我們期望的預期效益 用什麼標準 因為財政部的立場 當然是希望有一個 有一個三年的景氣循環來做觀察 那應該不管是在景氣好 或者在景氣壞的時候 那麼對這樣子的一種 交易的一種動能 它能夠做一個比較適當的一個評估 將這些有關整個因為經濟動能的因素 現在要繼續維持的原因 是一定要維持住這樣子的交易動能 所以我們把交易動能 就是說我們今天假設通過了 給了三年的延長 那你們要維持這個交易動能 在什麼樣子的常態底下 就經管會的立場當然會希望說 只要這個交易的動能是繼續維持 那就希望能夠 繼續維持在什麼樣子的標準呢 就是說以我們剛剛 我們現在日程交量是一千三百多億 好 那你們預估的這一個部分的話 每一年的就是說情況不一樣 我幫你們平均了 從一千一百八十八億 然後一共到一千兩百多億 假設我們設定在一千兩百億 在未來三年平均日程交量 都只能在一千兩百億 算不算是一個標準 從經管會的立場是這樣 就是說現在日均成量上市櫃加起來 好像是比實施前 是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左右嘛 是不是 那我們扣掉這些 其他的這些經濟因素 那可能是佔到了差不多 30個Percent 那所以剩下20個Percent 假設是因為 好所以 我剛剛講嘛 就是說平均你們自己預估 在這樣子的情況底下 一千兩百億 是達到了我們要撤退 還是沒有達到要撤退 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是希望預估維持在 上市櫃加起來日均成交值 大概在一千一百多億 一千一百億 一千一百億 平均 好 三年一天就是說平均如此的話 達到了 要繼續 還是達到了要停止 繼續啊 繼續 達到了就是說繼續 對 所以就是說 不把刺激藏到 不把刺激藏到 評估是有效嗎 就繼續 好 部長覺得呢 我想應該 不能說整個市場成交值 為什麼 市場成交值的話 不只是當充因素 還有其他因素 所以我認為應該用 當充賣出的金額 作為評論標準 另外還有 憲股當中 證交要稅收 這兩個作為標準比較好 好 那我請教部長 第二個部分 我們會希望 是政府的證交稅 收入能夠增加 這是財政部很注重的 就是說這個重點 那在這裡面的話 我們目前每一天 從證交稅的這個部分 平均的收入是五千四百萬 那然後 在這裡面的話 如果這樣算起來 我們三年大概在 四百八十億左右 所以 在這樣子的情況裡面 如果用這樣子的 就是說標準 我們到底是 低於這個數字 要停整 還是高於這個數字要停止 我想 假如啦 因為第一年現在還沒有到嘛 跟委員報告 到三月底為止 大概 有五千五百萬左右 所以說呢 將來是要 以這個作為基準 實施的第一年作為基準 然後第二年跟它比 第三年跟它比 這樣才比較準確 就年一年增加 對 每一年通通都比它 就是說增加 也就是 當沖的交易量 要一直不斷的 就是說成長 這會是我們財政部 在之後的 就是標準 其實在這兩項 然後 我們顧主委在苦笑 所以在這裡面的話 它其實 你們光在前兩項裡面的話 彼此之間認同 就不一樣了 好 那第三個 我們會希望 就是說提升國際競爭力 好 當沖繼續減稅 我們可以提升國際競爭力 講就是說原來只成長一年 好 我們只實施一年 然後很多的就是說 外資券商的的話 不願意進行電腦系統的調整 好 這也是我們主委 就是說說明的原因之一 好 那變成三年之後的話 我們現在只有一家做了調整 我們會有多少家調整 那然後預估在這上面的話 我們可以增加多少的同資金額 來提升我們的股市在國際的競爭力 您說外資的部分嗎 對 外資的部分我們現在也沒辦法做一個明確的估算 所以不知道 請證交所去跟外資做了解 好 所以就是說到底能不能提升國際競爭力 我們不知道 再來促進證券相關行業的發展 好 我們在這裡面的話 我們的 當中減半交易量增加了之後的的話 我們的商能夠有更多的收入 我們在這裡面講 就是說從105年的987億到 就是說現在為止 我們就是說上升到 1393億日的成交量 那我們認為就是說成交 成長了41% 但是從前面幾次的尋答裡面 表示這個部分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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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當沖減稅 帶來的效果 在這裡面佔多少的成分 在這裡面是沒有辦法的 好 那我們直接講 就是說當沖減稅 那然後可以促進股市的交易 我們的證券商 經濟的手續費能夠增加 好 如果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減半 我上次也問過 就是說我們全免了 是不是會更好 兩位都表示就是說不可以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券商的收入也增加 那是不是我們來調降 券商的手續費 因為從我們調降證交稅的效果裡面 我們就看到 它成長了41% 如果券商的這個部分也調整 而且特別是你們在估算 到底就是說 在做當沖的人賺虧 是用千分之0.8 對不對 我們現在手續費 一來一往的這個部分 我們同意的手續費 是千分之2.85 但你們估算的時候 只有是千分之0.8 這大概也是常態的一個情況 那如果這樣子的這個部分的話 做調降 是不是同樣的就是說會更好 這是學者 也有學者這樣子建議啊 券商的手續費 現在應該萬分之8 應該相當的低了吧 沒有 萬分之8是你們估算的標準 我們的就是說 核准的標準 是千分之2.85 好 就是買賣之後的話 千分之2.85 我們現在它的手續費 已經比我們的 就是稅還要高 這樣子有沒有辦法 就是調降 如果調降會促進 這樣子的交易 那同樣的就是說 券商的這個部分的話 發展應該更大 券商的手續會 詳細的個別情況 我不是很清楚 不過應該每個商品 每個這個 的一個市場 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們用千分之0.8 去做 它 就是說成本 去計算它的 就是說盈虧 那不是糊弄人嗎 好 那最後 一個標準 就是說這樣子的方式 我們可以有利 各類投資人 的投資策略操作 那在這裡面 我們講 就是說我們 一般的投資人 當充獲利的加速 或者戶數 從之前的 就是50% 上升到55% 但是我要跟兩位說明 事實上 以 我們 全體的這一個部分的話 事實上還是虧的 每一天虧5700萬 就是說做當充 的這個部分 賠的 也就是說 賺的55%的人 不夠底 就是說虧的這一個部分 那我特別要請教 就是其他的 我一再請教 其他的國家 為什麼對當充 沒有相當的 相關的 就是說 租稅獎勵 為什麼台灣 獨獨我們要在這個部分 有特殊的做法 各位報告 您剛剛講到那個 盈虧的部分 當然每一個人 都交易的 這個策略不同 不過我看到相關 像外資跟法人 他們虧的比例 要比遠比 其他的一般 投資人要來的 外資因為他們 真正做避險 對 所以我覺得 每一個狀況 然後但是其他的 這一個部分人的話 不是 要不然最多是 大多數不是 那外資的這個部分 它事實上有限 我們最多的 現在還是一般的 投資人 那所以 就是說在這裡面的話 我想 從過之前 我們說三次 跟兩位的討論 跟尋答裡面 各位都沒有辦法 就是說在這個部分 提出明確的說明 那我覺得 就是說在這個部分 我們其實當中的 短線進出 我們的證交稅 會減半 但是符合證券交易市場 設立的長期 的長期證券投資人 卻就要付出 一倍的證交稅 這樣的租稅政策 事實上 造成我們 投資行為的扭曲效果 北極在這一個部分 的話 我個人覺得 我沒有辦法支持 也沒有辦法接受 好 現在休息10分鐘 好 我們現在繼續開始開會 好 請各位救助 好 接下來請施藝方委員質詢 施委員請 請一下習部長跟顧主委 部長主委請 市委您好 兩位好 今天要跟 部長跟主委討論的 就是 等於有針對你這一次的 書面報告裡面 那這次書面報告裡面 你引用的是 國發會的那個 景氣循環基期 這個部分 那財政部根據這個部分 在最後一頁裡面 也有提到 他是引用了35個月的基期 作為36個月 就是三年的評估的 這個凶化的版本 那我要請教一下部長 這個表的那個 全循環的平均值是多少 整個平均是不是 全循環 全循環的平均值是多少 總共53 53 那上次那個 財政部是引用上次的基期 就是2009年的9月分到 2012年的1月 這35個月的部分 作為評估 這已經是6到9年的事 對不對吧 6年前到9年前的事了 對 但是 假如按53的話 那更久了 我們是長最近的 好 那根據這一個表 因為這個表是國發會提供的 那你可以看到說 第14項 循環次序裡面的第14項 從2014的最高峰期 到現在還沒有鼓敵嗎 部長 已經經過4年了 過去的兩年景氣有比較差嗎 你認為 目前大概是溫和擴張 現在大概我們去年的 經濟成長率大概2.86% 對 那第14項為什麼在景氣的谷底裡面 一直都是空白 我不曉得 國發會當初有沒有特別的用意 但是你是引用數字的專家 沒有啦沒有啦 因為我們是 因為 全部按53個月的話 因為時間比較久遠 因為現在 大概他的景氣情況會比較短一點 這個要催一下啦 因為絕對不可能現在的那個景氣還在鼓敵吧 部長你的看法怎麼樣 現在慢慢其實有在復甦啦 因為 等於說 前年 把這1點多嘛 1.41的樣子 現在是 2.86% 那今年啊 大概也估計到2點多 所以從2014到前面的一段時間 應該有一個時間點嘛 你認為如何 部長 是 應該是這樣嘛對不對 好 但是本席也要跟你談一下 就是說 你是引用數字的專家 不過本席發現 你的評估裡面 有一點點小問題啦 因為你是從2012到2014來做評估 但是這個評估裡面 你可以看到 縮縮期的部分 除了中美斷交在1980年以外 其餘的縮縮期的部分都在15左右啦 15、11左右啦 那擴張期33 如果你引用前面的數字的話 這兩個加起來 也應該要48才對啦 所以你在引用的部分 我想應該你是要取三連的部分 所以你就引用了前面那一個35的部分 我想用最近一次啦 因為 這是歷史資料嘛 我們只能引用最近一次的 你用最近一次嘛 但是用預估嘛 你預估的話 應該要33加15才對啊 就是你要引用14期的才對啊 雖然國外會沒有提供啦 但是我想 這些財政部的都是專家嘛 那專家你預測的話 應該也是可以這樣子嘛 好 不過剛剛錫永明提到的部分 我想這個問題 你們兩個要好好的回去處理一下啦 因為畢竟人家在這裡執行了十幾分鐘 你們兩個都沒有辦法回答 這也不好啦 因為我是負責做 認為要求要做一個強制介入 對啦我了解啦 自己個別要怎麼去雇用 這不是我 我在那邊聽得很清楚啦 但是這樣的處理 畢竟不好啦 所以趕快回去趕快處理 趕快叫他下來啦 當然跟國外人報告 其實啊 當任聘任顧問啊 也沒有經過財政部的核准 對嘛 你就找出那些建議的人 到底是誰嘛 對 找出那些建議以前給你建議的那些人 到底是誰嘛 對 這個問題我不再跟你論了 好 謝謝 我要請教一下那個主委 因為本席要提醒一件事情 未來的一個金融風暴可能會形成 所以本席也希望說 金管會員應該要及早做討論 本席從個人的消費的貸款裡面看出 目前從2013年開始到2018年 整個成長是迅速的 整個成長的19% 就是說從2013年的7488億 到目前的8914億 成長的19% 那我們再看一下汽車貸款的部分 汽車貸款的部分 從2013年的887億 到目前的1340億 總共成長的51% 那這個代表什麼事情 代表說 有一些車行 他是跟銀行合作 然後他用高額的貸款 讓那些年輕的族群去買名車 然後剛出社會 就要被綁7年的貸款 主委你看這兩件事情 你的看法怎麼樣 我想 部長您先請回 部長請回 對因為 汽車的貸款 因為很多人 他從他一個財務的一個 一個 一個觀點 他可能覺得需要有一些貸款 那如果他沒有一個 預放的過度的一個 預放比的一個提升 那我想 這個整個的狀況 應該還不到我們 要特別去監視的範圍 本席提醒您 就是個人的消費 跟汽車的貸款 9000億左右 到今年已經攀升到7兆了 那個人的貸款的部分 平均從2020年的300萬 到現在增加到390萬 也成長了27% 那根據這兩個數字 主委的看法怎麼樣 我們還是從那個預放比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預放比是0.27 我印象沒有錯 我記得數字是這樣 還比原來0.28降了0.01 所以看起來 預放比沒有提升的情況之下 整個一個放款 不管是在個人的 或者在企業上 看起來還沒有一個 有一個值得警示的一個狀況 我想你那個預放比 可能數字 你下次再提供數字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因為今天許永明委員 有在提到 他問你的事情 你就回答他怎麼樣 我相信底下的人提供給你的 我要讓你看一下 在2016年的1月份 中央社有一則這樣的消息 就是說 這是十多年來的首件 它的預放比攀升 然後恐會 印亮成下一波的金融風暴 過去裡面黃市是多頭的 民眾的貸款壓力其實是不輕 從2015年它的預放比是0.18% 黃市的部分它是一個警鐘 它會引發下一波的金融危機 那住宅的預放比例 在目前的情況有沒有比過期的兩年好 主委您的感覺怎麼樣 你說房市的哪一部分 住宅的貸款的預放比 住宅的貸款跟預放比 對 你就預放比嘛 對 那所以只是針對這支用住宅的部分 對住宅的部分 你的預放比有沒有提升 對 我現在看到相關的資料 是沒有特別有提升 好 沒關係這個部分 如果你沒辦法回答 你會後 你再去辦公室 就是過住 住宅貸款的 唯約比例已經攀升到0.22% 那過去的五年 北台灣 新北跟台北市 已經超過了0.26% 所以貸款的預放金額 越來越攀升 而唯約金 唯約的比例 越來越上升 那過去的兩年 其實是沒有解決什麼問題的 但是本席要提醒主委 未來應該要怎麼樣做 應應及解決的問題 有沒有提出一些解決的方式 我已經提到這個金額 我那天也是有看到新聞 這是內政部營建署那邊的一個資料 這個金額的部分 看起來按照他們的資料是有增加 但是我們現在是看 可能總體的預放比的情況是如何 這個部分我在會後 再去了解詳細的數字 再提供給委員 那另外就是要談到那個房市 那現在有一些投資客 在過去啊 他會跟銀行合作 然後他的貸款 會在三到五年去還這個利息 不還本金 那當然在房市高漲的時候 他很容易去脫手 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最近兩年裡面 房市慢慢的下來 而這些寬限期已經快要到了 那這些寬限期到了以後 除了利息的壓力以外 還有本金的壓力 所以會造成一波房市繼續在下跌 甚至下沙 那針對未來這個房貸的問題 還有寬限期的部分 金管會有沒有什麼作為啊 這個我也是看到 那天看到新聞 那我們現在也沒有顯示 有一個所謂寬限期到了之後 違約金額增加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我們也會持續來關注這樣 這個你要及早應應 因為斷頭的又會下沙 一定會下沙的 沒有錢繳貸款 沒有錢繳本金一定要下沙 對所以當然 歷來這些當然都 都不是自用的 投資的這個部分 那麼在要進入要本金 連本代息要還的時候 這個狀況是如何 主委本席要提醒你 現在市場的二胎房貸 廣告非常非常的多 而他打的就是15年的貸款 所以他只是讓這一些貸款者 把這個問題再繼續的延後 其實他要承受高額的貸款 那本席今天提醒你就是說 除了個人的消費 汽車的貸款 房屋的貸款等等 這一些都跟一般的民眾 有相當相當的關係 所以這一些部分會 運量下一次的金融的危機 我希望在未來 你應該要好好的去檢討 這一些事情 去做好因應 謝謝委員提醒 我們會後就請他們去了解一下 有關這裡提到說 2019這個狀況到底有沒有一個 你是不是把這些房貸的部分的評估 做一個報告 解決的方式 比如說他可能會來未來 會產生什麼樣的問題之類的 或者是衝擊房市等等的 這些預測的報告 有沒有辦法弄出來 一個月 好 我們在了解以後 跟委員做個報告 一個月裡面提出報告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市委員 接下來請郭正亮委員質詢 郭委員請 是 請顧主委 顧主委請 是 郭委員 顧主委您好 剛剛媒體圍著你發問 因為你最近勇於提出很多想法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現象 不過因為新的概念 總是要做更明確的釐清 所以我想這邊就叫一下顧主委 因為顧主委你上次有提到產金分離 而且提到零容忍 那我們想就這個概念 進一步釐清一下 這個金喔 有沒有包括證券 還是只要指的是銀行 是廣義的金融機構都不準是不是 主要是銀行跟保險 所以證券可以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因為保險是拿保護的錢 銀行是拿這個存款 對 那證券畢竟沒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對 所以我說顧主委 你這個可能要釐清一點 那期貨也沒有是不是 是 這個部分比較沒有像 所以投信也沒有嗎 投信我想主要是利益迴避的 不 我現在就是要問你 就是說我們要把概念講得更清楚一點 就是說金 你指的是銀行跟保險 是 這比較在我關注的範圍 好 那我再問你喔 那如果人家繞一個彎 先成立資產管理公司 再進來收購呢 比如說前一陣子趙豐那個蔡友才啊 他就本來成立了建基資產管理公司嘛 然後人家再把錢灌進去啊 那由他來買 那這樣他叫不叫產啊 那資產管理公司 背後的實質的那個老闆 所以你講的是資金來源嘛 對 所以這個也要講清楚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併購的錢 如果是有產業的錢都不行 是不是 沒有說有產業 這不可能說所有任何一個產業都不可能 這當然是要 這非金融啊 因為你希望是金金病嘛 不要是產金病嘛 不是嗎 我們現在就說喔 因為世界上有很多併購案 是透過資產管理公司 然後來併購的 我舉個例子喔 比如說德國有一家叫 Cerberus Capital Management 他擁有德銀3個% 他有德國商銀 然後他就促成兩家合併 後來沒有成功啊 可是這個模式是很常被用的 所以你真正的用意不是說 那家公司是不是產業公司嘛 而是說資金來源 如果是來自產業就不行嘛 是不是 委員提到了 其實跟上次你提到的一個概念 比較有關係 就是說假設要來實施併購 那麼它背後假設 其實是另外一家金融公司 或者金融企業 或者是另外一家銀行 這樣可以嘛 跟另外一個本身是一個產業 那我剛剛我上一期已經回答過 對對對 我可能關切的程度是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不我們現在是在講產跟金啊 是 所以你希望不要是產嘛 那希望不是來自於製造業或其他行業 費金的行業 我們希望是10%的大股東的適格性的審查 要先過得了這一關 這個不要閃過嘛對不對 所以如果它沒有到10%就沒有關係是不是 沒有到10%現在的規則 遊戲規則就是5%以上要申報嘛 OK 不過我們今天只是要釐清你的說法啦 是是是 那顧主委啊 因為我們原來的規則不是這樣啊 原來在成立金控的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永豐瑜 他成立了永豐金 聯邦建設成立了聯邦銀行 潤太建設投資了南山人壽 金城建設投資了金城銀行 所以這些計稅的啊 就沒有關係 新的不行 是這個意思嗎 現在就產經的分離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既有的部分的大股東 我們就要求他們必須要來申報 然後要來了解他們的這個情況嘛 那既有的我們就像您剛剛講的 是一個繼承的事實 那我們 所以顧主委我們這裡講的 要關切的是他們的公司治理 我知道我知道我們講的更清楚一點 所以你在意的是10%持股股東的審查嘛 而不是有些人 目前既是製造業的老闆 也是金控的老闆 你不是在意這個嗎 目前已經是繼承的事實 我們當然沒有 那如果有金控還想要去投資製造業呢 那你會不會阻止啊 就他本來是金啊 他可能是純金啊 結果他現在開始混了 那個是投資非金融相關事業 另外一個控制方式 我知道所以顧主委我們把話講清楚 所以你真正在意的是 就是從產進來金的過程 他繞過那10%的審查嘛 而不是產跟金混在一起嘛對不對 那我那天也看到有相關的論點 他講我的產經分 你說是不是在講股權的部分 既有的部分我們要講的是 經營管理的部分 很簡單嘛 就是既有的部分我們重視的是 你要迴避關係人交易 你要注意到你的整個公司治理嘛 這個是在經營管理的部分既有的 那未來新的人要進來 那就是要大股東適合性的審查 這10%嘛 對嘛 所以你這樣就講得更清楚囉 如果我是製造業 我們就不要講建設公司好了 我們講台塑好了 我們講台積電好了 鴻海好了 他如果願意走大門走大路啦 願意接受你的10%審查 你並不阻止嘛 是這個意思嗎 是 所以你這樣不是產經分離啊 你這樣真正的意思是 你不能夠迴避 經管會的審查嘛 而不是分離嘛 你分離事實上是願意讓他走的啊 只要你走大路就好嘛 你不要給我繞小路嘛 既有的金融業裡面有產業 那麼我們要重視的它的經營管理 是不是符合我們公司自己的要求嘛 這個我知道 然後還沒有進來的時候 就要經過10%我們的對大股的 事實性的審查 所以你並 所以你並不是反對產經 不能併嘛 如果說有一個很大的製造業的集團 他願意走大門 10%也接受您的審查 你並沒有要禁止他嘛 不是嗎 就是進來申請啊 我們就是在做這樣的審查 對可是你的用語是產經分離零容忍耶 主委 不是啦 產經分離的零容忍 在一開始的時候是提到說 家族企業是不當的在經營管理上去影響這個 銀行的經營 所以你的用語 所謂的關係 主委啊 我只是建議說你的用語要更精準一點 你的意思應該是說 你不要想繞過金管會的審查 你這樣不走大路啊 我們是不能容許的 如果是這樣我當然支持啊 申委員報 產經分離這四個字不是我發明的 不是你發明的 我進來之前就有產經分離的政策 我想這個在座曾委員可能很清楚 在做大股東適格性的時差審查的時候 就有這樣的產經分離政策的概念存在的 這不是我發明的 那顧主委我再問你 你知道巴菲特有投資銀行股嗎 巴菲特應該不是金融業吧 巴菲特的波克夏 巴菲特根坟的愛放 巴菲特有穩扮美職銀行 illegally issued for20%的股份 巴菲特並沒有跟美国政府申請啊 巴菲特沒有啊 巴菲特就直接進來了啊 巴菲特認為美國為什麼不在乎這個呢 你認為美國為什麼不在乎這個呢 巴菲特為什麼你這麼在乎這個呢 我並不清楚說 sanщik rag 它們是純財務性的投資 或是借入要經營 拔財務性的投資 但是我們這邊就是界定說 你當要進入到10%的時候 我們是要有一個經營的意思 所以這是一個 這個可以要求他寫意象書 就是說如果他沒有要經營 只是存財務投資 你要不要那麼嚴格 可是我們很難想像 我們現在只是要把問題更精準的 希望大家能夠釐清 我再舉另外一種情況 顧主委你以後也可能會碰到 我們現在允許金融實驗創新條例 未來可能會有大型的網路公司來申請 申請部分的金融的營業 那也許你也會過 那結果他的本質是網路公司 不是金融 不是金 那結果因為他經由創新實驗 結果你讓他畢業 我認為未來你可能會碰到 那這樣請不是叫我做的產介入金 這個在純網路銀行就會碰到 不是只有到金融創新實驗來 本身在我們開放網路銀行 純網路銀行的時候就會碰到 不過你現在碰到的純網路銀行 一個是LINE 一個是網道 那當然LINE你就碰到了 不過他是外資 所以外資有這種特許是不是 沒有不管是外資內資 我想純網路銀行就有它的一個特殊性需要考量 那網道他本來就是銀行嘛 所以爭議不大 那如果是一個網路公司呢 因為在國外很多這種狀況 所以我們對於網路公司的這種 最好不要再講產經分離這種 不容易講清楚的字啦 或者你也可以具體說明說 你在意的是銀行跟保險業 那至於證券跟期貨 你的標準並不是如此好不好 是 好 謝謝主委 好 謝謝 好 謝謝郭委員 接下來請陳賴庶梅委員質詢 陳賴委員請 主席 我想請我們的金管會主委財政部許部長 兩位請 部長 陳賴庶梅你好 上次質詢的時候 您表示證交稅一律減半 短期內會刺激成交量增加稅收 但是長期來看呢 會造成稅損 部長的意思是說 只能忍受現股當充降稅 其他當充不可以 那麼呢 全面降證交稅也不可以 對不對 基本上是這樣 因為我想當充降稅是一個短期措施啦 好 當充降稅是一個短期 你所謂的短期是多短叫短期 你所謂的短期是多短叫短期 一年快要到期了 那評估你們有計算沒有稅損對不對 那你認為說 再延商年也不會造成稅損 不一定 所以說我們下次的觀察不一樣 好 我想請問齁 您評估全面降稅 如果假設股市成交量如果不變的話 一年稅損會有多少 大概會到400億 跟委員報告去年的證交稅啦 大概收到實徵數大概900億左右 去年的證交稅900億 對 那這一年當中的當充降稅 沒有影響您的稅收 沒有 因為看呢 以那個成交量 當充的成交量值來看的話是沒有 那如果沒有為什麼您評估如果說 連證交稅全面減半的話 會稅損那麼多呢 您的依據哪來的 我們只觀察十一個月嘛 那觀察十一個月 我們認為還要繼續再觀察評估 所以說下次的 那還要繼續再觀察評估 那你可以實施一年再來看狀況啊 可是你一下就三年 那你都沒有好再觀察囉 不是不是因為我們下次的觀察不一樣 現在是以降稅前跟降稅來做比較 未來是要以14的第一年 跟14的第二年做比較 所以說比較基準是不一樣的 主委您最近一次的稅改案 已經有針對股力所得進行減稅 但事實上股力所得的減稅 是來自於股力合併其他所得扣底稅額 扣底上限是8萬嘛 主委 現股當沖會有鼓勵課稅的問題嗎 現股當沖一般都是在當日進行一個 所以當日沒有嘛對不對 那長期投資人交易要不要負擔證交稅 長期的 如果你現在要啊 現在有 要嘛 長期投資人 終究是要面臨證交稅 以及股力所得 磕稅嘛 但就在交易上 當沖和長期持有 都可能面對股價的一個 損失都有可能嘛 也就是說 長期投資人 一樣要面對股價的漲跌 在分配股力的時候 但是要負擔比現股當沖 多一倍的證交稅 請問兩位這符合公平正義嗎 我想長期投資跟這個當沖 他交易的目的不一樣 我想獲利的情況也會不一樣 所以說我想就是 那個基於我們當沖政策的目的 主要是他增加流動性的關係 所以說 所以說有點差別稅率 再來請問顧主委 您上次備群的時候有說 自營商當沖交易 全部都是為了避險 那麼主委是有什麼數據證明 還是聽自營商說的 我想 主要應該是避險 並不是說百分之百是避險 那自營商應該 推估應該是有七成主要是避險 可能不是說全來百分之百 那在這一點上面 之前你答詢的時候是有會議記錄的 那一天是 當時是講說全部都是為了避險 那如果我有這樣講的話 那可能是一個主要跟百分之百的一個口誤 這一點再請諒解 那我是覺得說 你如果這樣子就回應我們的質詢是有點草率了 這個有數據可以提供本席嗎 您說那個自營商的當沖交易的部分 對 因為現在 現在他因為沒有 沒有 自營商沒有適用到那個降 降一半的那個部分 那所以現在看起來數字 就當沖的部分並不大 那我會後我再問他們一下 看有沒有辦法能夠做這樣的一個統計 那當初現股 當初現股當沖是 降稅是為了刺激成交量 所以接受來自 當沖交易大戶的建議施行一年 但是後來成交量我們來看 真正放大的主因是 全球股市的一個熱絡 帶動的整個我們台灣的經濟也熱絡 整體帶動起來 那現在要延長 現股當沖降稅甚至要常態化 不僅造成一國多治的奇怪現象 而且是以國家稅收圖利特定交易 凸顯金管會財政部罔顧 我們國家體制的一個正常化 我上次在質詢的時候就有提到 在成交量高峰推出刺激的政策 更是凸顯我們金管會財政部的邏輯 顯然是有誤的 是被特定交易人的政策綁架 本系長請教兩位 面對外界這樣的質疑 可以不用回應不用管嗎 跟委員報告 所以說我們這一次 一年的時間在觀察十一個月左右 我們認為可以對於 迷評損失是沒有 沒有稅收損失可以迷評 所以說我們建議在觀察 所以說為之 那你建議要觀察 可是你建議要觀察 一時十九十三年 你三年要怎麼觀察 那你三年就一定定下去了不是嗎 這個要還是要委員的這個 贊同才有辦法 本期要強調一個國家不應該一國兩制 甚至一國多制 為了健全股市 不應該鼓勵短線投資 證交稅 我認為應該要一視同仁 會比較公平性會比較好 這是本期的看法 那請部長回座 主要我想長期投資的投資所得 跟當沖的投資報酬率不太一樣 因為長期投資者主要是來自 資本利得的報酬 跟股利的殖利率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當沖的報酬率 它主要看起來從比例上來看的話 當沖的報酬率大概只有0.14% 那長期大概有8%多 所以也許兩個的稅制 不一定是要完全一致 那請部長回座 主委接下來本期要跟你討論 新版公司治理藍圖 本期肯定盡管會提升公司治理的決心 但本期仍有一些疑義 要跟我們主委討論 那六大改革當中呢 其中一項為引進公司治理人員制度 那公司治理人員 法尊人員 獨立董事 這三者之間的執行 職務跟權責怎麼劃分呢 公司治理人員要協助 包括獨立董事在內的董事 所以他獨立董事是要 跟公司治理人員是不一樣的人 公司治理人員要去幫忙獨立董事 公司治理人員要去幫忙獨立董事 那過去公司治理出現幾個重大的案子 大多都是經營者在搞鬼 結果連獨立董事都無法有效避免這些經營者搞鬼 主委你會寄望多一個公司治理人員 就能夠解決實務上公司治理的問題嗎 我們當然不可能說設置一個公司治理人員 就能夠解決所有有關獨立董事的問題 不過獨立董事其中有一塊很重要就是說 第一個他知不知道怎麼當獨立董事 第二個他對於這個所謂董事會的議案 整個公司經營的狀況 他是不是能夠了解 那麼獨立董事是不是能夠真正發揮 他獨立董事的功能 我覺得在這一點上面如果有一個公司治理人員 來循序漸進來設置的話 他可以幫忙獨立董事 至少他能夠對相關的議案 能夠在開會前就能夠進入狀況 此外新的公司治理藍圖規劃 外資持股超過一定比例 企業鼓勵做英文財報 您是說鼓勵勝於強制 所以到底是鼓勵還是強制呢 我們現在我們的公司治理人員 我的了解是100億以上 的100億以上嗎 所以先要要求 我這問題是鼓勵還是強制 我們循序漸進 循序漸進 所以現在是鼓勵 現在是鼓勵 台灣年是什麼 我聽過很多這個專業人士 包括會計師或很多律師 或者是一些來跟我們講 就是說台灣的這個投資市場的環境 如果你要去跟新加坡香港比的話 你的英文的這個資訊 就要能夠再進一步的擴大 因為你不擴大的話 對所有其他看不懂中文來講 他就不友善 他就不友善 那回到最具爭議的廢除法人董事 與限縮銀行委託書規則 那本期先請問主委 你還記得蔡英文總統 當時請你來就任金管會主委的原因 我相信你還記得 你應該知道 我之前就有提到 其實蔡總統就曾經說過 政府一方面 監理控制金融機構 且金融系統的監理人 過一陣子 就會在公股銀行 擔任另外一個角色 雖然有旋轉門的規定 但長久累積監理人 和被監理人的角色就會混淆 而且甚至出現被監理人 就是監理者前任長官的情況 所以蔡英文總統找你來 也就是希望能夠打破這個官僚的文化 那麼我現在要請教的就是說 主委您常說金金分離 其實有點像禁業條款的概念 但看一看我們這張表格 我們公股銀行 例如華南銀行 以及我們台灣中小企業銀行 它最大的股東都是台灣銀行 一間公司的經營決策 營業機密被另外一間公司所掌握 這件事情是不是很奇怪嗎 有沒有違背主委您說的 金金分離的概念呢 所以我們這邊會希望台灣銀行 如果因此有派董事到華南銀行 等等的這些他們所持股的銀行 在這個部分就不希望是 由台灣銀行內部的經理人 去擔任另外一家銀行的董事 這樣子 所以你本人也認為這樣是不恰當的 對對我希望這個部分能夠做得到 那我想我們再跟財政部做溝通 希望財政部也能夠支持這樣的一個政策 主委您過去表示公股銀行太多 您認為財政部緊緊抓著這些公股銀行的經營權 對這些銀行公司治理是好還是壞呢 公股銀行太多 應該是說整個銀行業 現在38家的銀行在台灣的這樣子的一個市場上面來看 確實銀行的加速有點擁擠 那如果是並不再單純的在講這個所謂的公股或泛公股銀行 關於廢除法人董事的部分 雖然部分輿論是圖利特徑財團 但是當這些關股銀行最高的持股是財政部 財政部也可以決定這些銀行的董事 那這些董事長也都是到處在輪調 也就是讓所謂的財經幫日益做大 遇到像趙峰案烈雷劍案 這些董事們頂多就是撤職而已 但是這些公股銀行的大股東 也就是全民納稅人的損失卻一毛錢都拿不回來 所以金管會所設定的政策方面 不管是廢除法人董事 以及跟限縮銀行的委託書規則 財政部表明的立場就是反對 那社會上普遍認為金管會遇到財政部就轉彎 事實上本席對金管會是很有信心的 那主委針對我們以上提的這些事情 我希望你不要辜負我們總統以及全民對你的期待 我覺得堅持改革的那個步伐 還是要繼續穩定的走下去好嗎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陳賴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劉世芳委員 劉世芳 劉世芳 劉世芳委員不在 請劉建國委員質詢 劉委員請 劉世芳委員 劉維世芳 劉世芳委員 劉世芳委員 送一下 送給我看一下 看是不是他 我要double check一下 如果不是他 那我就幫你對他提告 然後 沒有錯吧 這個都是資料照片嗎 不是 不是啦 我是說 那個照片一定是你吧 絕對不會造假吧 那打造亞洲的理財 亞洲區的理財中心 就是主委這樣的一個 發想 一個政策 是 也就是說 希望為民眾 還是為亞洲區 有更多的這樣的一個理財的 這樣的相關的這些管道 對不對 應該是這麼說嗎 應該就是說 希望我們現有的這些 國內的這些資金 包括投信 包括現在已經請外人打理的這些境外基金 還有權權委託的這些資金 甚至包括國內的一些相關的存款 如果說都能夠有國內的人 來形成一個投資團隊來幫忙打理 我想 是我們的現在的一個目標這樣 是啊 所以 顧主委就是有朝向這樣的一個方向去做相關的整合 然後 讓這樣的一個 理財的相關的一些 作為資訊 都 著重在 在我們台灣的這個國家裡面來做相關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因應跟處理嘛 對不對 是 好 那股市就是 就是經濟之窗嘛 對不對 股市也是 是 資本家 業主 來募集資金 還有民眾投資理財 最佳的一個管道之一嘛 應該這麼說嘛 是 所以全世界各國對股市的因應相關作為 政策 等等等 基本上都是 隨著整個世界市場上的這樣一個變化 去做相關的因應與作為 那今天我們 總算 在上個禮拜 上上個禮拜 王趙偉排了 當中降稅的一個狀況報告之後 今天就是關鍵時刻要來審查了嘛 那 市委員 他是期待直接匯處實現 減少政策的 不確定性 曾委員 賴委員 希望延長五年 盧委員 希望延長兩年 院辦 希望延長三年 今晚會原本是希望七年 那所以那天我就叫主委到底是前鋒還是後衛 主委你又笑了 你笑的時候還蠻好看的 所以那張報紙又笑 應該是你沒有錯 到底是要怎麼樣嘛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當我們期待 做這當衝的情況之下 經過一年多的一個評估 我們基本上在 在不是有稅損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去 減少這樣 不確定的因素 讓他原有 可以更穩定性的 來做這樣的一個 一個期待 也就是說金管隊 原本的期望只是七年 那主委為什麼 不像打造亞洲區的理財中心 這麼樣有power 持續的當前鋒 而且那天我請你 跟財政部長兩個 雙雙在一起的時候 你們兩個好像 最好也沒有什麼前鋒跟後衛 就是好像 說好啊 很團結一致的情況之下 變成三年 這個當衝的來用去賣 又今天對照看到這個報紙 我覺得你那個power 讓我有一點覺得怪怪的 是不是要簡單說明一下 我想三年 是在整個我們行政團隊裡面 是送出來的案就是這樣 我們作為行政團隊的議員 當然要支持這樣子 行政院送出來的這個法案 那而且就是說 做一個適切的評估 尤其就是剛剛徐部長講的 就是說 就是說以今年滿一年 然後再以下一年 再做一個評估 那如果三年內 我們有一個充分的時間 來做評估 我想就可以再往下一階段走啊 我這邊提供一個歷史資料 因為最近中美貿易要開戰了嘛 對不對 那川普增加一百多億的科稅的清單 但是看起來好像兩方 又不像要真正要打 不過馬步都蹲好了 在二戰之後 美國跟日本 日本貿易戰對周邊國家影響至今 深遠了 然後現在國際的情勢 一直充滿不確定之下 又面對到中美貿易的這樣的一個開戰了 所以如果依照願版的三年 這三年的之後做調整 然後又依照什麼樣的評估 然後要去至於言或不言於口 我覺得三年的經驗法則裡面 到底它的利潤基礎是什麼 有一個很具體的一個說法 我就請主委答覆了 你不要引用財政部長的說法好不好 以你對於這個事情的認知 認定 還有你想要表達的利潤基礎 我們的利潤很簡單 就是說當充降稅實施之後 那日均的成交量確實提升 那提升有一大部分可能是因為整個的 國際經濟情勢的好轉 然後我們的基本面本來就變得好 那有一部分確實是當充降稅的一個因素影響 那這個兩個的佔比是多少 我們沒辦法做一個 現在一個確確的一個比例的評估 但是當充降稅既然讓這個 當充的這個日均量增加 那當充的負數也增加 所以一定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那所以在有影響的情況之下 那用這個剛剛提到的那個三年也好 五年也好的經濟情勢循環來做一個觀察 那如果在未來的時間 量能還是存在沒有稅損的話 那我想應該就可以繼續的實施吧 那基本上到目前為止就是沒有稅損 反而是稅是增加的 對不對 因為現在只是 因為現在只是一年 還沒有經歷到一個景氣循環的情況之下 還可以再觀察 在一個景氣循環的情況之下 是幾年嗎 是三年五年還七年 現在 你不要你的三年 是人家的三年啊 你不要那邊左三年右三年啊 你要有你自己的三年的利潤基礎啊 我們現在行政院提出來的版本就是三年 三年 那個就是行政院版的三年嘛 就是 左三年 人家的三年 不是你的三年嘛 應該這麼說嘛 我想三年 三年做一個觀察 好啦 主理我不是要跟你調整這個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你又要搭做一個 RQ的理財中心 然後有一些在 理財 投資股市其實也在理財的一個範圍類嘛 那其實有些事情 他是一個聯動 呼應 連結 如果以主委的power 希望去做一些事情 那我們看這一年來 他基本上 是沒有 沒有 沒有 這個稅是沒有瑞檢的 而且是增加的情況之下 那我覺得 讓他有更穩定 更長的時間 然後來做相關的因應 而不是以三年的這樣的 講的有點 有一點 很奇怪的這種利潤基礎的情況之下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是比較好的方 方滑 方向去走 這是我個人的潛見 也呼應你 當時想期待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時間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在調升租稅的時候 它是有兩個因素嘛 第一個就是景氣過熱 還有經濟活動平緩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用 好像用租稅去把它冷卻掉了 那第二個是 如果稅損是看看台灣現在的情況 不過現在要看到這種情況 過去的那種經濟榮景 還是像最近的稅都有超增的情況之下 讓這樣的兩種狀況 都不可能去出現 那為什麼這個時間不能再長一點 我要表達這樣的意思 你懂我 我知道我也的意思 那我想就是說 以一個景氣循環來看 好或不好的時候 都做一個觀察 那三年作為一個觀察期 跟五年作為一個觀察期 三年也不見得不對嘛 這個沒有絕對的說 一定是要三年或五年 但是三年作為一個觀察期 也是可以再往下作為一個基礎 往下再走一步 我這邊看到財政部有一個 讓我覺得有一些矛盾的事情 我們之前在談這個 重手稅的改革措施時 財政部是歷程 稅損必須考慮的重要性 現在當衝是沒有稅損 當然你們一直講說一年多 對不對 好而且 但是他不只沒有稅準 還增加稅 那這樣子延長三年 就我之前財政部在 處理這個情況之下 是有矛盾的 這第一點 那第二點 如果可以增加稅收的降稅 我們應該是更積極讓他去實施 散戶歡迎 券商歡迎 外資也歡迎 創造多引的政策 我不覺得這個有什麼好奇怪的 然後你說用三年去做評估 三年很快 留意一次也四年 對不對 你看 短期內去調整 其實就會降低金融體質這樣投資的意願 這是一個基本的一個概念 再者 你們用三年 鄭彥坦說三年 三年後再來看看 所謂三年後再來看看 這個也是一個 叫做一個不確定的因素很大 然後 到底是什麼時候要退場 那個時候退場是因為什麼 三年一到要立刻退場 或是第二年宣布第三年退場 還是期滿宣布再也一年退場 還是為避免股市動盪 永不得退場 就是這個三年可能會發生 可能一可能二可能三可能四的情況 我講這些可能應該都是在你們未來考量的因素內 對不對 委員要不要請部長來說 沒有我要問你啊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評估這件事情是由財政部主政 那麼他應該會根據第一年完整以後 第二年就會要開始評估啦 第二年完就要開始評估啦 所以我才 不會等到那個 要破在眉睫了才那個 我講這些因素都可能 是未來你們三年的這個中間的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那個三年 是財政部是院版的三年沒有錯 也是要符合主委 你的三年啊 不然浪天林你們兩個站在一塊都跟我講說 三年就三年啊 這樣就很奇怪啊 你的前後不見了 你的後衛也不見了 我沒有啦 我只是說 我們一年實施完 那麼第二年再跟前一年比較以後 從第三年開始就可以了 沒有 我們都希望齁 那個爛頭寸齁 外流的資金都可以再回來台灣投資嘛 應該是這樣對不對 是是是 這有時候在投資有幾年裡面 你有一些高力的政策 沒有讓我們的水減少去 你說啊 這就看一年而已 所以才不知道 所以我們去訂三年 訂三年以後 你有可能發現的 就整個狀況會發生嘛 你要期末一年再延 或是你要到時間到 馬上選佈 或是你要第二年就選佈退場 都有可能會發生 那我今天是一個外資 我今天是一個投資者 我就覺得 政府這樣搞 有點怪怪的 跟你要打造所謂的亞洲區理財中心 就有一點衝突啦 亞洲區理財中心這個是 你不要跟我講說 跟這個沒關係啊 絕對有關係的啊 當然有 因為你當主委 你要打造有州區的理財中心 我非常信任啊 我要投入啊 但是我要投資的情況之下 你這個怎麼會 當初怎麼會聯名要這樣 聯名要這樣 你那個三年是 我們本來不一定的三年了耶 委員我相信齁 財政部我們要第三年一開始 就一定會做一個適當的評估 我不是不相信部長啦 但是我竟然比較相信你啦 沒有啦 我要竟然比較相信你 我希望你能夠說清楚啦 沒有啦 依照你的 你的做事的經驗跟公法 有很多工作 你是會這樣這麼準嘛 但是我知道 你古時裡面有很多工作 不是那麼好說啦 但是 但是我是覺得這三年這樣說法 到未來有可能有幾個經驗發生 這對當主 這對華主 都會覺得說 這是不確定性的 不確定性 我們如果有更長的時間 就像你 同時說的 我感覺 我感覺這是可以 來 充分表達 我們是有一個 一個要 要調那個 比較定性的作為 你當主委員可以提款 這我個人的謙見 不知道你可以認同嗎 當然 你不要 你不要把我印出來這樣 沒有啦 我 儘管會立場當然是希望 這個政策是穩定的 是嘛 你就是希望這樣 對啊 所以你今天你跟部長 站在那邊說三年 剛好而已 我也怪怪 好啦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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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劉委員 接下來請 廢洪泰委員質詢 廢委員請 謝謝 謝謝主席 各位大家午安 主席幫我請一下 許部長 顧主委 跟交易所跟OTC的兩位董事長 好 各位請 那個 我們現在時間先暫停 那個 廢委員抱歉 我先做一個宣告 我們今天中午不休息 會議繼續進行到今天議程結束為止 廢委員請 好 廢委員你好 大家好 廢委員好 這個我們大家都是關心我們經濟發展 我想先請問一下 副主委 上一次我也問到 就是經管會要發兩張 存網銀的執照 你們只發兩張 現在政策上 傾向於只先發兩張 那如果說 你們有沒有想說 一定要發給外資還是內外資都可以 沒有 沒有 不會 那如果最後都是兩家外資來申請怎麼辦 我們現在細則 我請教 這個傳話短說 如果只有兩家外 只有兩家外資來申請 是不是就給他們了 我現在比較傾向這個外資 要跟當地的金融 我們本地的金融業要合作 那剛才有人就問到了 你這個 這個金金 這個金金或者是這個產金 產金 產金怎麼辦呢 在存網銀這一塊 你自己要答 什麼合法 合法不合法是你說的 不是 我說在產金分離的這一塊 在存網銀這一個 要做一個特別的考量 這個會在我們的遊戲規制裡面 我覺得不以一國兩制 這個各種不能說 因為網銀你找不到人 所以說你可以再網開一面 我想你這個法送來 我不會同意 既然你都已經堅持了 我為什麼還要幫你去開後門 再請教一下 你們的這個內控內積 也就是所謂的監禮的制度 都已經出來了嗎 你說那個法尊跟那個治安 還有內控內積辦法的修正 是不是已經發布了 都已經發布了 針對存網銀的這個部分 沒有沒有 存網銀的部分還沒有 那大概預計還有多久時間 我們就這幾天會討論 不討論 討論這個需要送到立法院來嗎 如果要修法就要送到立法院 如果不需要修法 就不需要送到立法院 如果說你們都已經散布出去說 我要開放兩家執照 兩家存網銀的執照 然後你的配套的相關的規定 尤其是監禮制度都還沒有的話 尤其是監禮制度都還沒有的話 我覺得只是在放話 這個感覺上的路還挺遠的 我再請教一下 剛才為什麼請教兩位董事長也上來 香港最近到台灣來搶這個生衣的公司 到他們裡面去掛牌 你們都知道這樣子的事嗎 是 三位都知道 是 那你們有什麼因應嗎 我想 有什麼因應呢 不用擁有什麼因應 它用來捕牌 或者是 再用來捕牌 就是 感覺 那個 他说业界是不是都有这样子的案子 刚才我也请教一下真名中国委员 他说他也确实是听到这样子 这个就让我们比较担心了 尤其是KY类型的股 那些大部分都是实际运作 都是在中国大陆了 如果他们纷纷地要下市 我们对你们现在的努力 刚才待会我们要提你的三件 这个感觉上人家都跑掉了 我们还一点座位都没有 请下顾主委你有听过吗 刚刚真伟有提到 我是说我本人没有听过 我想我们可以再请证交所跟贵门 去跟证件上了解一下 先请下徐总事长好不好 董事长 董事长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传闻 根委员报告 目前没有听到 但是我们也一直跟建商有很密切的一个联系 也没有听到这样的一个生意 你没有听过 然后我们会未来会继续来 我们请那个OTC的陈董事长来 董事长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 各位人报告 我们知道是有组织要带领一些 台湾的生技公司去参加香港 那些还没有上市上柜的 我说已经上市上柜的 刚才你们讲说 还没有上市上柜的 那个生技公司到香港去 你们都点头 我想这个证识是确有其事 但我说已经在新柜上柜的人 现在有没有有人打算有念头 要离开台湾的资本市场 要去其他的地方 你有没有听过 我没有听过具体的案例 好 顾主委 是 我跟专民中两位 绝对不是在违言耸听 是 我也不好意思讲 哪家券商的人跟我讲 我至少听过两家券商的头头们 头头当然好几个 我不能讲哪几个头头 你们把那几个 把董事长或总经找来 我跟你讲 我确实是这样听到 尤其是KY类型的 他们真的都很想 好几家都想 都想要离开 如果说有这样子的讯息 我只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你确实没听过 还是听过你不肯在这边承认 这种事情发生 我跟你讲 那会有骨牌效应的 就像你们今天要谈这个 谈这个案子 我基本上是支持 但是我要看王荣章 召伟的态度了 如果他的态度是反对 我们基于同事 不好意思 我也只好支持他 对不对 对不对 何况还有一些 有一些学者他们也反对 我们当日冲宵 让他这个税减半的目的 就是让他的量增加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是 两位首长是这样子 那现在有的人想要跑掉 我跟你们讲 我们不希望 我个人不希望他走 但是你要留住人家的心 而且我再看 从去年的量 再推到前年的量 如果我们把当日冲销 这个税减半 其实我们的量比前一年 2017比2016年 还要少一点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的股市 从我这样子来分析 我觉得大家是没有信心的 你知道吗 主委 我知道你很认真 想要努力 想要把这个市场 把它变大 变得活络 可是感觉上 IP的公司 比率也没有增加什么 又有很多 KY的公司要跑掉 然后你的量又没有增加 可能我们要想想 其他的方法了 是还是不是 公委报告 第一个就是说量的部分 从这个去年上看起来 应该是有相当程度的成长 我的意思是说 你把当日冲销 像你去年平均量是 1300多亿 是 你把当日冲销 大概300多亿拿掉 大概剩下1000亿 你相对在2016 2015你去比比看 我们量并没有增加什么 而且甚至说 平常讲 还是比以前还要差一点 我觉得是有 整个量的有提上来了 并没有 你量提上 刚才我讲 我扣除当日冲销 这个部分 你的量有冲上来吗 因为日冲的成交量 我们当日冲销 让它税减半的目的 像是一个火柴一样 希望把那火 这个炉灶 把它烧热嘛 那感觉上 炉灶好像并没有烧热 你知道 你现在增加的 就是只有那一块 日冲的成交量 你先300多亿 把当日冲销那块拿掉 你其他的基本 并没有增加 你懂我在讲 讲的是什么意思吗 我只是说数字上 日冲成交量成长 大概近50% 而且我跟你讲 这一点当然要注意 还有点 我刚刚讲 KY想要跑掉的这些人 还有举例 我相信台积电 他也会否认 大陆希望他在那边 发行CDR 主委 你认为台积电 会不会在那边 发行CDR 台积电已经否认了 他否认 他曾经否认过 很多的案例 说他要到大陆设厂 他一开始否认 否认到最后一天 突然公布了 我们都傻眼了 你又不能不让他去 那有一天 举例现在今天是4月9号 隔了半年突然他想到 主委 很抱歉 我们台积电 不得不去 发行CDR 到处你怎么办 如果我这样子的彩色发生 你要怎么办 我认为CDR这个部分 台积电已经否认了 我认为就应该不会发生 我也不想要跟你去争辩什么 但是我跟你讲 很多事情都有一个征兆了 就像你今天 这个大概几个大报都登了 就是你要为台股饮活水 尽管会祭三招 就是所谓的三件 我刚才问真明中真委员 我说你当主委两年半 你的三件成不成功 他说当然成功了 那我就先来看你的三件 你的三件里面 第一件 这个 就是你们要针对 这个长期持有减税 TSA的这个部分 刚才听好像 许部长也并不太同意 然后你让 为了吸引日本的外资等等 你希望这个外资 能够缩短 这个汇出的时间 这个好像跟你 也不是只有你的业务 至少有央行 还有我们财政部 签证到税的问题 你都有跟他们讨论过吗 央行我的了解 应该是赞成 你有跟央行 现在的总裁谈过吗 有 那他们同意吗 对 就鼓励汇出的部分是同意 财政部同意吗 你又没跟他谈过 我们现在有 许部长说没有谈过 光讲这两件事 我老是觉得 我在这边 我不在挑拨 我老觉得你喜欢欺负他 金管会的顾助 你问了两件事 TSA你又没有问过他 钱要汇出去 签涉到税的问题 你也没有问过他 他好欺负吗 没有 我们有闻过去了 我跟你讲 我是财委会的委员 如果我看你老是欺负人家的话 我就会帮他们来打你们 你如果说你跟各个部会 你这个三招我觉得都是好事 可是要磨定而后动 你一定要跟各个部会都谈好了 你才把你的讯息发布出去 你这些什么 你叫俄语股 大股这些 这里面又牵涉到 中资有多少的部分 你又没有跟经济不谈 你又没有跟路委会那边谈过 有没有谈过 也都没有 所以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为股市好的这种想法 我非常非常的钦佩 但是要把问题都把它想清楚 否则到时候折损你跟金管会的微信 谈了半天都是假的 根本无法推动 你会让大家有这样子的感觉 你上任半年了 真的好多个事情上的 我刚才请教你 纯网音的事情都想好了吗 不断地 你没有想好 都不断地发布这样的讯息 你的要饮活水的三件 都想好了吗 也不知道 我想还有说 我再一次的 第一天第二次的告诉你 券商的朋友不需要骗我 每家 不 我知道 知道好多家 每家都首桌上都有个两三家 属于KY类型的股 他们都想要离开台湾的市场 要小心哦 好吗 是 謝謝委員 好 謝謝費委員 請回應 接下來我們請鍾嘉斌 鍾嘉斌 鍾嘉斌委員不在 請林德福委員質詢 林委員請 主席 許部長還有顧主委 以外的各位官員還有各位同仁 是不是請那個許部長 許部長請 林委員你好 部長你好 部長我請教 因為我們知道最近那個美中貿易摩擦持續 再加上美國這個 逐步升息的這種整個狀況更加明確 那這個美股稻窮指數 光六日一天就跌了572點 那外界預測就是說 今天開盤會補跌的 有補跌的效應 那八大公股航庫 將可能進場來護盤 那本期請教 截至週二三日子 八大公股航庫 這個買超標的 能以台積電跟鴻海為主 那這個整個國安基金 這個上次財政部的官員 有特別提到說萬點 絕對不互盤 那請問部長 原則上是不是依然不變 我想還是要看它密切的 我們國安基金密切注意 那事實上跟委員報告 今天股市你很清楚 今天到目前為止 大概漲了大概四五十點 那你認為未來有沒有可能 這個有動態的調整 會 因為台股短線資金 是否有出現這個 大幅度撤離的這種現象 有沒有 目前大概看不出來 因為每天的成交量 大概一千四百 一千四百多 一千五百億左右 那你認為有哪些指標建議 可供一般的股民來做判斷 和做避險的因應 我想這一部分 因為我不是 政權市場的主管機關 你上來針對這一點 有什麼看法 公委報 現在那個外資的部分 從今年的一月到三月底 還是呈現一個淨賄賂的狀況 外資 對 所以說你認為有沒有哪些 這個建議指標可提供股民 作為判斷 作為避險的一個因應 股民的避險啊 對啊 因為你現在 在整個中美貿易 這個摩擦 而且好像也沒有消退的意思啊 我想中美貿易這個整個是一個 國際的一個不確定的因素 那在我們來看的話 就我們的股市還是看它的基本面嘛 所以如果說是股市的這個 上市規公司的營收都不錯 那我想基本面不錯 那這個台股還是一個不錯的投資環境啊 那因為貿易摩擦以後當然針對未來可能會 產生一些這個持續的效應 一些後遺症出來嘛 那當然會有一些衝擊啊 是是 有一些影響 是 所以說我認為 顧主委你們這邊應該要去 要再深入去了解 我們隨時要密切觀察這個股票市場上面 那整個金融市場都也要關注的 好 那那個許部長我請教 因為我們都知道台灣是美食天堂 那清明節連續假期期間啊 我也看到媒體說有一些遊客啊 這個招不孝的業者 漫天開架到夜市啊 包括一名韓國人在士林夜市 他說七小袋的水果 結果要賣他一千五百塊 那他認為說 這個台灣的水果怎麼這麼貴 那對於這個夜市的亂象 民眾當然也有期待 是希望說政府啊 公權力也要有所作為啊 那其實你要是以市場的機制 若沒有辦法淘汰這些 惡劣的這些業者 那政府就應該要出手來來整頓啊 以避免這個整個台灣觀光形象被拖累 那那個部長 你認為有一些不孝業者 我們是不是站在這個財政部立場 要加強的去查核、胡導 那甚至於說 要這些業者要開立發票 這一部分當然我們持續都會進行啦 包括夜市也好 包括其他不是夜市也好 那你認為是不是在這些追稅的重點 要放在這些亂開架的夜市上面 這個先行來要求 當然我們輔導他開立發票 當然是我們回去輔導 不過重要的應該是 還是相關的主管機關啊 要去了解要去處理 那你認為針對這些二職業市的湯商 是不是應該要列入優先來 作為稽查的一個對象 我想這個我們可以來考量 因為第一方面可以充實國庫 二方面讓這些業者啊 這個也有所警惕啊 對我想我們來考量 那個部長 因為這個 有專家認為說 現金支付在台灣非常的方便 那偽差問題也相對的少 那信用卡免簽名 這個感應消費又十分的方便 都是台灣行動支付 推動不順利的原因啊 那本席認為真正擴大行動支付的場合 是取代小小兒現金支付 而非取代現有的信用卡支付 那本席認為夜市小兒現金支付 應優先導入行動支付 將有助於這個掌握夜市營業金額 以減少這個稅間積查人員的這個成本 你的看法呢 確實是這樣 因為你金額大的話 他還是會用信用卡啦 那小兒支付的話 當然你用行動支付 應該是比較有利的 所以說我們這方面 在稅的方面也提出來了 就是小規模的營業人 他三年之內 他我們他的營業額不會調整 就不用開花票這樣子 部長 因為根據統計台灣配 在過去上路五個月來 八大行戶僅開通二十三萬戶 只有二十三萬戶 那收單店僅有一點四萬家 那財政部訂出的目標 是希望在年底前 開通戶要達到一百萬戶 那你認為能不能順利達成啊 這一部分也是我們要求 八家公股銀行要努力的地方 因為他現在當然也要跟其他業者 來去做溝通啦 因為第一個你要讓廠商數 一定要增加才有辦法 那你認為這些推動的重點 要放在哪些方面 第一個 哪些的面向 我想第一個你要 除了小規模營業人以外 另外一般的廠商 你要進入他的市場裡面 所以說一般年輕人 比較常去的地方啊 你應該是往這個畫面 那你認為到年底 有沒有信心達到一百萬 大概我們會要求 要求這個公股銀行 能夠達到這個目標 這樣齁 是 因為近年來齁 包括那個部長 台北市那個 顧主委你請回去齁 近年來這個台北市政府 在推動這個田園城市的 這樣的一個政策 那媒體也報導說 這個 有這些國產署啊 當然有的是不同意啊 因此 公有的空地 開放種菜的政策 卡了三年 我想這個跟事實不合啦 因為事實上都有溝通 我想這一部分 是不是請那個 我們國產署署長來 因為過去齁 那個屢次的那個 那個報導都有在報導 那民眾要是在公地上種菜 被依刑法這320條 以確戰罪來移送的話 那當然就會造成寒山效應啊 來 蘇長你有什麼看法 跟委員報告喔 這個是錯誤的啦 第一個我們想 這個台北市或是新北市 在推動相關的綠美化 或是田園城市 我們都樂於支持 那台北市的部分 當時我們有開過會 後來他們把業務 從這個產發局移到公園處 那後續他們就沒有繼續處理 其實我們只要說 你這個種菜的部分 不要去把它拿去賣 有所謂的對價關係 因為使用國有土地 如果有對價的收益的部分 那我們是要繳相關的地價稅 這個難認定啦 署長 那個部長 因為依現行法令 公有土地可否開放 這個給民眾種菜 那其實在台北市政府 像這些種什麼香草啊 開放民眾採收 難道就不會有民眾採收以後 這些香草就拿去變賣嗎 那你怎麼會知道 它到底有沒有對價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說 盡量不要有對價的關係 那第二個當然 也不是所有的土地啦 因為住宅區的土地 還是要做活化 那反而是一些公共設施保留地的部分 可以提前來做 當時有一些要件 希望台北市政府 有訂一個相關的作業的規定 那這樣子的話 國產署比較好配合 那台北市政府 已經重新再做檢視了 因為我一直認為說 其實喔 國產署有那麼多閒置的土地 有時候要靈活一點 也不必太僵化 那其實你說 這個依什麼行法 第320條的 以確戰把它移送 這個 我認為說 其實用罰款的應該是OK的啦 沒有啦 現在大概也不會啦 因為我想這個是很輕微的部分 我們大概會先用勸導 也不會說動載用竊戰罪啦 我是希望站在國產署的立場喔 部長 有時候要靈活一點啦 應該為例都不舉啦 通常是這樣 對啊 你不能說 把它用竊戰罪把它移送 比較大規模的 或者是比較嚴重的情況 我們才會處理 那個另當而論 不然的話一般小規模的 其實有事種一種 那個也沒有什麼 他認為說我 吃吃自己種的菜 有機菜 他就不會去灑農藥 這些都是 這個就是人自常情啦 也不要太苛刻啊 我想國產署未來朝這個方向來做 對啊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林委員 接下來請吳智陽 吳智陽 吳智陽委員不在 請鄭天才 鄭天才 鄭天才委員不在 請鍾孔趙 鍾孔趙 鍾孔趙委員不在 接下來請江永昌委員質詢 請 江永昌請 謝謝召集人 請金管會顧主委 顧主委員請 是 江永昌 主委可以請教一個問題 當沖降稅 從千分之三減為千分之1.5 什麼時候開始實施的 去年的4月28 好 那實施之後呢 在股市的量能有什麼效益 做當沖的佔比例增加幾倍 增加多少 那股市的整體量能增加多少 那股市的整體量能增加多少 在整個 整個的當沖 如果是以當沖的佔比的話 大概就是說 原來是 原來是 這樣 在你自己的報告裡面就有 我覺得你可以順口 我手上 一下子沒有 我只記得就是20幾個% 現在當沖佔比的比數 的比例 到30 加起來是 集中市場當沖佔比的 就21.98 原來實施當沖降稅 以前是9.63 那貴買的話是 整體量能增加了 百分之五十幾 那在做當沖的這個量 有沒有 增加了就是兩倍多 是這樣 簡單來講這樣 那我問了 從實施當沖降稅到去年底 八個月的時間 這些當沖客是賺錢還是賠錢 我們有請證交所去查了一下 就是像 這個一般投資人來講的話 大概是差不多有55%是有賺錢 我15% 你用這樣算 那我一樣是證交所來的這個數據 到去年的6月的時候 剛開始實施沒有多久 那個時候每一天 當沖客所有全體 一天的損失要2300多萬 到12月底的時候 一天的損失是 5777萬 那當沖客到底來算的話 差不多有3萬戶 你以後一天損失5000多萬來算 平均一戶 一個贊戶裡面 一天要損失 將近2000塊 你知道這事實嗎 你剛講是有賺的跟有賠的 我現在用平均跟你講 我在這裡要點出幾個問題 因為如果你去看 去年開始14到年底 有172個交易日來講 其實用總賣出跟總買進 在明目上可能有獲利115天 但是有一個東西沒有算進去 就是即使我們當沖降稅為一半的時候 還包括券商的手續費 稅費的成本算進去之後 真的有賺錢的只有25天 其他的地方有沒有 也許不一定沒賺錢 但是被稅費成本支掉了 你知道嗎 不過我們現在去請證教所查的 他是從每一戶 每一個歸戶之後的整個去查 而不是以剛剛講的那個總的金額去 所以他又區分成法人 跟那個自營商還有投信 那還有外資 所以從一般投資的人來看這件事情的話 降稅前跟降稅後要做個比較 那看起來還是降稅後獲利的戶數呢 從降稅前的7000多戶 升高到16000多戶 那平均的實質獲利金額也是由降稅前 就是去年4月以前的2100多元增加到3549元 這個是從每一戶歸一戶的金額 你從這個戶數來講的話 你可以說有賺的人百分比增加了 但是我跟你用平均來講的話大家是賠了 那政府是賺到的啦 因為稅收是增加啦 那所以我說齁 你的數據跟我從這個相關報宅 以及我跟證教所要到的 我希望把它再弄得一個完整 那就真的去查 在降稅之前 到底所謂的當充客 他們的平均到底是賺還是賠還是多少 那我現在手上也沒有 就從今年開始啦 我這個數據知道去年底 也把它了解出來 到底是平均賺還是賠 在含稅費成本加進去之後 來做一個評估啦 為什麼要這樣問呢 剛剛主委就講到說 你去看外資的啊 製營商投信法人 可是我跟主委講 軍管會的報告裡面 我去看這個表格 一般投資人啊 占當充的一個比重 在105年的時候是89.64% 那到106年 4月到這個10月31 這樣的一個數據 在上市 是高達90% 自然人的部分 一般 當然你們那邊會分 小戶大戶啦 可是我現在不講法人 講一般投資人 他在比當充當中 佔的比是這麼高 你有什麼看法 啊我剛剛講 平均是賠錢 因為含稅費成本下去 你的想法是什麼 從比例上來講 差不多都是在90%上下 那不過從戶數上來講 降稅前是一萬五千五百多戶 降稅後是達到了三 破了三萬戶 對嘛 我就平均每一戶 每天要賠兩千塊嘛 那現在我們當然 當然這個是因為 他要付的稅費嘛 裡面有證交稅 裡面有券商的手續費 我們只能說從降稅前 降稅後做個比較 因為每一個的 當充的損益 都有他的交易策略的一個 多元的考量嘛 那 稅費成本加進來之後 平均每一戶 他是賠錢的 但是政府增加了稅收 那券商呢 手續費的營收也增加 所以你的想法是 好吧我們就把它改成常態 是這樣嗎 我們扣除了證交稅 就是實質的獲利戶數 就是剛剛您提到加進來的話 看起來實質獲利的戶數 還是比當充錢要來的提高 不含稅費獲利會提高 含的稅費就吃回去 好我就直接講 除了稅可調整以外 那我就直接進入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講 那既然還是整體看起來 平均是損失 那你對於能夠從事 當充交易的這個資格 你要不要再做一些調整 今天的調整是讓自營商也可以做 但是從過去自然能受限 有沒有的這個條件啊 你要不要再緊縮 還是維持不變 你的看法是什麼 現在已經有一些制度 來做一個控管 那這個是由券商來 就這一個當充交易的金額 跟他投資人當日買賣的額度 已經有一個控管 那買賣額度衝抵後的金額 就不可以在當日循環使用嗎 等等這些 然後另外他也要按月評估 他累計虧損 如果達到單字買賣額度的 二分之一的時候 就要必須要暫停當充交易 等等這些 所以你覺得現在的條件 門檻已經夠了 比如說今天我們如果 待會等一下協商的時候 就會訂出 到底我們等於這個延長優惠 這個減半到底還要多久嗎 但是我回過頭來跟你談 有關於資格的限定 你有沒有看法 第二個是券商的手續費 你可以調降手續費 也可以刺激量人 不一定是調降我們的稅費 不一定是調降增交稅 手續費的部分我想 剛剛已經有提到了 我們去理解看看 現在所謂的手續費的收取 到底是怎麼樣的狀況 我們再有一個書面出來 再跟委員 不會吧打一下吧 現在券商手續費是多少 我們現在當充降稅是千分之1.5 賣方出 現在手續費是多少 我們現在是總體的平均數 是萬分之8 總體的平均數是萬分之8 有沒有再調整的可能 那個是券商把手續費再打折之後 你去平均才會萬分之8 對對對 那我要問 你們這一次你說 本來一開始你們的報告 你們是說7年是一個循環 財政部是認為說 應該是3年才是一個循環 也比照過去那個期貨降稅的一個 立法的一個慣例 但是我跟你講 國發會齁第14次 2012到2016 是49個月是全循環 這高達4年耶 所以有3年有4年有7年 這個怎麼說啊 這剛剛前面有委員已經問過了 那因為這是國發會的一個資料 那財政部 到底誰的為準啊 這個要不要請部長來回答一下 我跟你講就是沒有一個人準啊 這不用再請誰回答了 先請財政部部長上台一下 部長請 江偉你好 部長 有時候常常看到金管會跟財政部 常常意見真的沒有辦法整合 金管會那邊要推動TISA 個人儲蓄帳戶 我先來講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的儲蓄投資 特別扣除了是多少錢 27萬 那你必須要有多少的本金存在銀行裡 根據台灣銀行的利率才有辦法有27萬 達到說超過27萬要去課稅 大概一千多萬吧 兩千多吧 現在你利率有你講那麼好 就是看你要活期還是定存嘛 好 那問題來了 也就是說現在國人存在銀行裡面 因為本來我們在這個儲蓄投資特別扣除了當中 是有一個本金債的 其實過去還包括說這個本金是去買那個有價證券 產生那個鼓勵啦 但是到八十幾年之後連那個都修掉 是有一個本金債有產生衍生的這個利得 那個利得可以讓它有一個像免稅額的一個額度去扣除對吧 但是其實27萬也設的太高了嘛 那表示說真的有有錢有資本有能力在兩千萬資樸的人 他才可以享受到全額嘛 所以這是不是應該要修正 對所以我們會檢討 你什麼時候要修正 大概六月底的時候會檢討 那你修正的時候有沒有目標 20萬 25萬 15萬 根據實際的數據啦 再來做檢討 好你說要修正嘛對不對 會檢討 我問你這個也是問給主委聽啊 這是兩件事啦 在那個條文裡面寫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可是這個儲蓄投資他的意思是儲蓄性質所產生的利得嘛 他不是本金嘛對不對 不是本金嘛 他是所得當中給你去扣除 並不是給你支出當中去扣除嘛 我繼續請教財政部 如果是支出項目 拿來在綜合所得當中 可以作為扣除的項目 所得稅法裡面有沒有這種項目有沒有 當然是也有啦 譬如說我醫藥會支出那個就是啊 醫藥保險啊這個房租的這個租金對不對 但是我們像保險那個有限額啦 保險有限額 對 所以我接下來就跟主委講 我支持TISA喔 但是其實這個項目跟財政部所講的 有一個本金在那邊儲蓄性質 所衍生出來的衍生的一個利得 這個是支出項目啊 那個是所得項目啊 你可以比方說像在列舉扣除當中的那些項目當中 你去創造嘛 否則這個條文真的要改成那個呢 儲蓄的這個衍生的利得 或投資的本金可以讓為特別扣除 這兩個不一樣的事情啊 我之所以要這樣提出是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嗎 我們淹穗是不是漲了 對吧 我們長照也做了 可是兩個事情本來都對耶 扣在一起的時候 外界誤解很大 對我們批判很多啦 所以我是建議金管會跟財政部 TISA你的做法 你不要說把它說是擠在27萬當中嘛 你把它分開處理 兩個事情都可以講得很清楚 是 請說 沒有沒有我只是說 因為我剛剛也聽了部長的講法 我想我現在比較相當程度理解 這個財政部的意見 所以你看嘛 假設我們鼓勵國人有沒有 去進入到投資 那投資的支出我們給一個額度 你目前想法是2.4萬嘛 這個支出可以在我們綜合所的當中有沒有 去作為一個扣除額 其實這樣子講起來事情就清楚啦 你一直要說塞在那個除去投資特別扣除額 那是一個由本金衍生出來的一個 這個利的這個概念嘛 不要把它扣在一起 那兩個事情都會是好事嘛 27萬的那個要檢討是一件事 那麼2.4萬或者你提出另外一個金額 可以去射算 那這個支出 來作為獎勵國人有沒有 你要去多多投資 去活絡資本市場 這也是一件可以值得思考的一個好事 然後另外特別要不要有一個TISA的這樣的一個制度這樣子 不是啦我是同意建議 而且我覺得可以這樣子做啦 獎勵投資這是好的嘛 但是你把它跟財政部說清楚 去在支出的方面來納作所得的一個扣除 這個事情就明朗啦 我是支持這做法 那金管會是不是朝這個方向去做 是 那這樣子你去算你的這個 有關於稅事支出的時候 就可以很清楚的告訴人家 這是什麼狀況 這是什麼事件 這是什麼 什麼樣的一個獎勵投資的一個發展 好 謝謝 是不是如此 是 所以是兩次分開處理嘛 是 好 謝謝 謝謝江委員 接下來請何欣存 何欣存 何欣存 何欣存委員不在 蔡毅委員改書面質詢 報告委員會 我們今天登記發言的委員 都已經巡答完畢 做以下決定 報告及巡答完畢 盧秀燕委員 蔡毅委員所提的書面質詢 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並請財政部和經管會 以書面答覆 委員質詢未及答覆的部分 請財政部、經管會 在一週內以書面答覆 委員質詢中要求提供的相關資料 也請期限內送交各相關委員 接下來我們審查法案 請議事人員逐案宣讀行政院 行情審議 本院委員曾明忠等16人 委員盧秀燕等23人 委員賴市保等18人 及委員施議方等17人 分別擬據證券交易稅 條例第二條之二 條文修正草案 之條文修正內容等 宣讀完畢之後 我們進行協商 現在請開始宣讀 行政院行政院行情審議及 本院委員曾明忠等16人 委員盧秀燕等23人 委員賴市保等18人 及委員施議方等17人 分別擬據證券交易稅條例 第二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 行政提案第二條之二 以證券商自行買賣 同一帳戶於同一營業日 限款買進或限券賣出 同種類同數量之上市 或上跪股票於出賣時 按每次交易成交價格 1千分之1.5 稅率課增證券交易稅 不適用第二條第一款規定 委員曾明忠等16人提案 第二條之二 以本條文生效日期 至112年12月31日期間 同一證券商受託買賣之 同一帳戶於同一營業日 限款買進或限款買進 以現券賣出同種類同數量之上市 或上跪股票於出賣時 按每次交易成交價格1千分之1.5 稅率課增證券交易稅 不適用第二條第一款規定 委員陸先生等23人提案 第二條之二 以本條文生效日期 至109年12月31日 同一證券商受託買賣之 同一帳戶於同一營業日 限款買進與限券賣出 同種類同數量之上市 或上跪股票於出賣時 按每次交易成交價格1千分之1.5 稅率課增證券交易稅 不適用第二條第一款規定 委員賴士寶等18人提案 第二條之二 以本條文生效日期 5年內 同一證券商受託買賣之 同一帳戶於同一營業日 限款買進與限券賣出 同種類同數量之上市 或上跪股票於出賣時 按每次交易成交價格1千分之1.5 稅率課增證券交易稅 不是用第二條第一款規定 不是用第二條第一款規定 委員賴士寶等17人提案第二條之二 證券商受託買賣 或證券商自行買賣 同一帳戶於同一營業日 限款買進與限券賣出 同種類同數量之上市 或上跪股票於出賣時 按每次交易成交價格1千分之1.5 稅率課增證券交易稅 不適用第二條第一款規定 宣讀完畢 好 我們現在開始協商 范國委員 是不是有意見 等一下 我們個人啊 去年在提這個案子的時候 因為股市實在是不好 股市是經濟的櫥窗 對投資者會有寒財效應 投資者不願意進來 然後股市越來越萎縮 把台灣的經濟也看衰 因此去年曾明中委員所領銜 我也是體愛人 我們支持 經過這一年下來 我想這個金管會也都很希望 金管會以及這個交易所 這個OTC都很希望 是不是主委 你們都很希望繼續延長嗎 是不是這意思 所以我想我們財委會啊 是一個很和諧的地方 我們盡量都不去表決了 所以我希望 我希望有兩件事 第一個 我沒有把打開天窗說亮話 這都是錄影錄影 第一個 不希望有人反對 這是我第一個希望 第二個呢 我看那麼多年 兩年 三年 五年 七年 我就建議採用五年的版本 好不好 這是我兩個建議 郭委員 郭委員 我是同意 就是至少要準三年或以上 那我要講一個現實狀況 就是這個案子 如果這個禮拜五沒有送院會 事實上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我們送協商 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送協商事實上就是這個案子作廢 因為期限已經到了 所以我們今天一定要做出決定 我們榮章兄事實上他長期的主張 大家也可以體會 所以 是不是建議至少讓人家有棄權的權利 至少不是反對 可是讓人家有棄權的權利 有人反對的話就要表決囉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現在就是說 三年或五年大家可以來做選擇嘛 那基本上都是考慮到 今年坦白說中美貿易戰不確定嘛 那中國很可能會開放一些外資准入等等 坦白講資本市場台灣是有一些壓力啦 所以我認為我們盡量不要一些 傳遞一些利空的訊息啦 所以是不是讓這個案子 盡數今天最好啦 今天下午可以立刻處理 或者是禮拜五就立刻處理 那三年或五年我覺得我們來做個選擇 好不好 謝謝 真的我跟你講 我一開始並不是那麼強烈的支持 我真的很誠懇的跟各位委會報告 顧主委也許你們知道不願意講 很多KY的股啊都要離開台灣的資本市場 這如果只要發生一家 我跟你講那種股牌效益一定會產生 這是你們的警鐘啊 所以我也誠懇的建議 我具體建議五年好不好 好 那那個曾委員之後 文外委員 好 謝謝 基本上我要說明兩點 第一點我為什麼提五年 因為你看過去一年很快就到 那今天不處理就會來不及 所以三年很快又要進行相關立法程序 從立法效率來看或者成本來看 我覺得應該五年這第一點 第二點其實我要很誠懇跟大家報告 台灣的資本市場面臨很嚴厲很嚴峻的挑戰 你不相信主委其實也可以聽聽郭正亮委員的看法 我今天提的這些KY股想出走 郭正亮委員同樣聽到類似的信息 所以我覺得目前我們應該拿出更多 讓台灣的資本市場有更大發展空間的措施 謝謝 好 陳樂委員 因為在質詢的時候我都一再表示 我們這個當充降稅是刺激性的政策 那我們現在股市已經是很高點了 我們還一直用這個政策 那我也很擔心未來如果真的要遇到什麼 要盤點的時候我們還有什麼政策可以使用呢 那另外呢三年我都覺得有意見了更何況五年了 因為我覺得實施了一年了 那目前我們看到的情況是因為整個全球性的股市熱絡 帶動了我們台灣的股市 那並不完全是因為當充的關係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實施那麼久的時間 謝謝 好 謝謝 我想我一下說明跟回應 好 要不然余委員先 好 謝謝趙委 其實我諮詢的時候也一直在強調說 金管會不應該把雞肋當成雞排 那這個當充這件事情長期來看 其實它是稅率扭曲資本市場的投資的決策 所以它可以當衣食的興奮劑 但是不適合長久都來用這件事情 尤其是有關稅率稅減這件事 那我詢問過金管會非常多次 這些相關其他的一些數據 還有這個政策帶動對企業籌資的影響 我也去詢問過很多上市櫃的企業 當充有沒有幫忙企業籌資的功能 事實上是沒有的 所以我覺得不要過度誇大當充的一個功效 那如果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還要延到五年 我個人是非常的有疑慮的 那我其實個人還是覺得就是說 能夠短就短 好 但是不遺過長 好 謝謝 各位我想我明明一下 就是說對於當充減稅 事實上不是在這一次的修法裡面 從在去年要做修法做降稅 我覺得他們就是反對的 但是你和我今年通過的時間 剛好在我的腿骨折的時候 請假的時候就是說做通過 那我想我的立場跟態度 在歷來相關的就是說議題裡面 我都是一致的 我覺得那個這樣子的就是說方式 事實上在租稅上面是一個不公平的措施跟做法 那但是我想今天我身為主席 我不能夠憑個人對法案的好物 然後做出任何的 在職權行使裡面主席的職權以外的方式 來阻擋這樣子的一個法案通過 當然同樣的就是說 等會如果萬不得已 就是說進行表決的這個部分 同樣的就是說如果是票數相同的時候 按照相關的就是說規定取決於主席的時候 我才會表達個人對這個議題上面的立場跟看法 但是我對這個議題的就是說立場 在歷來的質詢裡面已經表達得非常清楚 那我不曉得就是說 許部長或者是顧主委 有沒有要進一步做說明跟補充 我支持那個郭鎮亮委員他剛才的講話 雖然我的版本是常態性 當然這個常態性就是根據前面 我在前一段時間有找的付稅處 把整個從去年4月多到今年的情況整個 包含上市跟上櫃的情形 也做了一些他做了一些列表 結果發現說確實他的流動性也好 或者是他的交易量也好有增加 那既然能夠把那個比例降下來 又能夠增加 所以說這個政策代表說他不是錯的 那既然不是錯的就是說 你如果在今天沒有辦法去做決定 而讓明天的資本市場 又產生一個不穩定的因素 那這樣是一個不好的情況下 所以至少我支持的版本是至少3年這樣 以現在的本來講的話 曾明中委員的這個部分是5年 然後盧秀燕委員是2年8個月 賴斯堡委員的應該4年5年 但是你是從條文生肖日開始5年 這樣是不是把去年要算進去 對 您的 好 那市委員的這一個部分的話 是沒有期限的限制 那梁 部長跟主委 有沒有要再做補充說明 我們的立場只是希望 那種要拜託各位委員 不能夠開天窗 因為開天窗的問題會非常大 因為這整個從千分之3 那你現在變成1.5 那現在又沒有通過 那他要整個要調回去3 那如果萬一又在哪 如果又在協商完了 又變成1.5 這樣子整個資本的市場動盪 我覺得在現在這個環境之下 我們真的不堪這樣子來 所以無論如何希望 拜託各位今天委員給一個答案 然後能夠送出去到院會 好不好 拜託一下 所以 顧主委的立場 我確定一下 就是說 期限多久都可以 好 但是要不要開天窗 是這個意思嗎 我們首要就是不要開天窗 那部長 來 麥克風給部長 對 我想是當初 因為這個 當初先實施1年 就是先觀察一下 那後來我們認為 確實在無論在這個當沖的賣出金額 還有它的整個佔當沖的比重 確實有增加 而且最重要我們財政部的說 當沖的政教稅稅收是可以迷平的 所以我們建議再延長 那只是說 因為現在只觀察11個月而已 那未來我想我們可以觀察 第二年 第三年 總共有後年三年可以來觀察 我想就可以決定 到底怎麼一個後期怎麼實施 所以說我建議還是維持三年 謝謝 好 OK 那怎麼樣 我們現在三年五年 要做一個處理 怎麼樣 行政院辦 不是 我們行政 行政團隊一定要支持行政院辦 好 三年授權兩年不是加強 好啊 好 各位 大家同意 三年 三年 好 我們現在做表決 好 我們現在先五年 好 大家同意五年請舉手 不表決 不表決那就要照這個 對 那這樣子送委員會 對 國民黨團如果有意見 那就拉下來協商嘛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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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先到行政院辦公共 好不好 對 然後我們再來協商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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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正面上去跟他們過分一下 請正面上啊 很嚴重啊 你先清之三 然後再清之四 清之一天 我會來調過去 那還得了啊 好 現在協商完成我們請議事人員宣讀協商結論 先讀協商結論 有關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二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案協商結果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先讀完畢 好 各位委員 針對討論事項我們做如下的決議 審查行政院韓勤審議本院曾明中委員等十六人 委員盧秀燕等二十三人 委員賴士寶等十八人 及委員施意方等十七人 分別擬據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二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案 頁已審查完俊並按擬據審查報告 提報院會討論 院會討論前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有本席補中說明 你們到時候再拿 不要協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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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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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表捷好了啦 主席啊 那個表捷啦 要不要協商就表捷一下就好了 我們有意見啊 我們有意見啊 我們繼續在協商 如果要對眾結論啊 你要不要協商啊 不要協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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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協商啊 主將也可以喔 現在你可以找一點洞 其實現在這個時間點 不如像那個 吳秀燕跟江湖通緯 他們的意見到12月31號 其實要不然的話 在4月以後不管幾年啦 以後都4月28號 我們其實通通都會面臨到 這樣子的問題跟狀況 這裡面還有就是說 因為各位資深的委員 就比我們會更清楚 他們就是說在總質詢完了之後 然後再來進行 沒有 這個都題外話 我跟主席抗議 你不能夠因為我們一直有意見 你怎麼可以說不經協商就這樣過 怎麼可以這樣子念呢 我們一直有意見怎麼可以 你就講說出門但是要協商就對了 你哪裡說我出門去然後你拉下來 沒有這樣子的啦 我們有意見啊 我們有意見你就不能 你不能這樣子處理啦 我們有意見你就說我們出門 然後協商 這樣子可以啦 你知道嗎 協商沒有表決 就像我們到院會去 拉下來就拉下來了啦 就協商了啦 協商不可以表決的啦 要不要協商不可以表決 不可以表決的啦 多長的時間 好 就說多長的時間要不要談 好 來 因為國民黨的意思是五年嘛 所以你們本意也是希望延長嘛 不是嗎 那因為時間壓力就是你如果這個禮拜沒有處理完 就等於歸零嘛 這是現實狀況 所以我們今天碰到一個必須 所以做一個決定嘛 所以你的意思是三加一你就可以接受是不是 所以你的修正版本是什麼 你如果現在提一次東藝 我就五年啦 我的版本在五年 那你跟部長一直才一的 那就是變成你的版本了嘛 你們可以浪一點啦 那以你的版本來講的話 三年是有根據的 我再說一下好不好 我的五年是根據台大教授 兩位教授 他的觀點就是五年 我話講完了 因為在場坦白說容章兄 還有我們陳賴委員 還有甚至包括余婉如委員 他們是比較持反對的啦 所以他們基本上可以選一個比較短的 所以他對五年他們可能反對就更堅決了 所以我們總是要取一個妥協點嘛 因為我們還是希望他過嘛不是嗎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們要考慮到這個禮拜不過 這個案件就歸零了啦 這是現實狀況嘛 如果大家沒有一個共識 那就可能慢慢談 比如這樣子啦 很認真 那可能還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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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可能是まだ 我跟國尾委員說明一下 我跟國尾委員說明一下 應否交由黨團協商予以異決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是需要異決 如果沒有公司的話 就必須要異決 這個你剛剛講 我就告訴你 我在立法院這麼久 基本上大家都尊重每個月 不是來這裡都比人數 如果這樣子 公平黨扯案子都過了 就是只要有人有意見 我們就把它說 你叫協商嘛 反正倒是要協商 他不要扯到我 剛剛江永昌說 如果是三交五除以24年 那這樣國民黨三位 是不是都可以同意 因為我這樣講 因為已經實施一年 對不對 你們提出5年 已經實施一年 那5減1是4 這樣不曉得 報告趙偉 因為我們現場算 如果是4年 這裡應該會有6票 所以現實狀況也跟趙偉報告一下 那我們也取得了國民黨的支持 我覺得陳賴還是一樣 就是三年是極限 那我們也取得了國民黨的支持 那我覺得陳賴還是一樣 就是三年是極限 那我們在野黨今天提出你們的版本是3年 我們希望4年5年 如果各位有意見 你要去表決 表決最後 不管輸贏 我們只要有意見 當然就可以要求協商嘛 所以你的表決對這個事情處理是沒有意義的 我不知道主持人為什麼要 要那麼堅持 好不好 我跟你講如果說你要用表決的方式 那我們就來要求協商 好 現在 看起來我們有兩個 一個修正的就是一個 一個是 一個是 是行政院版的3年 一個是4年 對不對 這個所有的版本是同時送進來的 對 剛剛 沒有以誰的為止 對 我說剛剛的討論裡面嘛 就是說到目前為止 現在就是3年跟4年 是不是 好 那我們要做一個決定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 你都不行 今天我們的議題 我都讓大家講完了 你一定要去表決 要不然要做一個議題 有用反對4年 不是嗎 不是嗎 你要聽散會動議嗎 我們反對政案 好不好 我們現在在行的上面 因為喔 沒有當中 連執政黨的委員 都反對 那我們再議黨 我們為什麼支持 為什麼支持 讓股市有更大方案 兩位委員的意見 好上會 支持行政院版 那不是 你又不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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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支持任版 民進黨本來就允許多元利件嘛 可是這個案子 你最後還是要處理啊 對不對 因為我們現實講 你現在送出去 或者拉下來 這個禮拜沒過就是 就是回到原點了嘛 國政案委員 也許待會兒我們會改變想法 我們三位會支持 這個陳賴委員的意見喔 我們這個案子 我們不要求減半喔 趕快講 這樣子好了啦 主席 好我這邊提一個 這個提議啦 第一個 我們現在的版本 切到四月份有點累啦 我們是不是乾脆就畫到 都是十二月三十一號 這樣子算下來的話 依照原版就是三年又多 大概七八個月 如果是這個版本的話 我覺得我是可以接受的 不然那個延長到四年 財政部長的意見怎麼樣 那個部長 你那個延長到四年 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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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法怎麼樣 剛剛那個陳賴樹美 他不是反對這個案子 他是說他沒有支持四年 但是他最多的底線就是三年嘛 陳賴樹美是這樣子 國民黨不要把他欺解說 陳賴樹美反對的時候 你們反對 他並沒有反對咧 你這樣比較好說 拜託一下 哎呦 你這三年半 對啦 三年半 就是就是 就是拉到年底 拉到年底再多 比蘆委員的版本再多一年 就到年底 就到年底 你就是 你如果三年半 年底啦 也不要你簽 你簽四年的話 又到隔年四月份 那個日期很怪啊 那就到一百一十年 一百一十年 一百一十,一百 對阿 卢秀宴委員 一百 卢秀宴委員的百本年六個月 是啊 三年八個月 是啊 三年八個月 你們 你們卢秀宴委員的百本年八個月 從今年開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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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11年12月27號 到110年的12月31號 趙姐 我個人的想法 因為院版本來是三年 其他委員意見提出 大家也都有鎖本 那如果說可以的話 不是到110年的4月 而是到110年的年底 好 各位委員都同意 余委員的修正動議 同意 就是 按照行政院版 我唸 沒有 我唸一遍 要不 沒有 因為行政院的版本 有一個證券商自行買賣 那個拜託 我們按照協商版本通過 但是我 請大家 靠有行政院的提案 第二條之二 沒有 沒有他 在華民國 106年4月28日起 至110年12月31日 同意證券商 受託買賣 或自107年4月28日起 至110年12月31日 證券商自行買賣 同意帳戶等等等等 那都相同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照協商 來 請 1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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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大家都同意 這樣大家都同意 對對 協商版本 好 那我們 修正通過 我們現在 好 我們回 來做宣布 都習傷了啦 都習傷了啦 不能為了這個造成股市 太大的動盪吧 可以啦 真的感謝啦 好 請醫事人員宣讀再協商的結論 請醫事人員宣讀再協商的結論 宣讀協商結論 照協商版本修正如下 自中華民國106年4月28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 統一證券商售偷買賣 或自107年4月28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 證券商自行買賣 統一帳戶與統一營業日限款買進 以限券賣出同種類同數量之上市或上貴股票 以出賣時按每次交易成交價格 1千分之1.5稅率 課增證券交易稅 不是用第二條第一款規定 先讀完畢 好 照協商結論通過 請問各位委員有意義 沒有意義 我們針對討論事項做如下的決議 審查行政院行情審議 本院委員曾明忠等16人 委員盧秀燕等23人 委員賴士堡等18人 及委員司益方等17人 分別擬據證券交易稅條例 第二條之二 條文修正草案案 頁以審查玩具並按擬據審查報告 提報院會討論 院會討論前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有本席補充說明 請問各位委員對於以上決議有意義 沒有意義我們就通過 本次會議議程已經進行完畢 倘若有登記出席的不在場委員補提書面質詢 一併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並請議事人員協助處理 我們三會 請問各位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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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